她是帝国的皇后 今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现在她只想代求逃跑 因为皇帝的白月光回来了 这天 医生为爱丽亚检查身体后告诉她 她怀孕了 爱丽亚高兴地准备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皇帝 他们的这个孩子来之不易 她曾经也怀过一个孩子 因为身体太虚弱 孩子没了 医生曾说她很难再次怀孕 没想到 他们又有了新的孩子 她已经可以想象陛下期待的表情了 此时爱丽亚来到皇帝办公室门口 正当她要推门而入室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 原来是皇帝的白月光就要回帝国了 一句话让爱丽亚失去了推门进去的勇气 丽娜这个名字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 爱丽亚和雷伊皇帝是青梅竹马 那时候 雷伊还不是皇帝 甚至不是皇太子 他只是一个不受宠的王子 但爱丽亚从小就喜欢雷伊 一有空就会黏着他 一天 雷伊突然来了 害羞地说要告诉她一个秘密 我喜欢一个叫丽娜的女孩 从那天起 爱丽亚开始了她苦思的暗恋 每当雷伊在她面前越来越多地提到丽娜 她都只能勉强笑一下 这一天舞会上 爱丽亚在看到正在跳舞的雷伊和丽娜如此般配后 终于下定决心彻底放弃这段单相思 没想到 第二天雷伊喝得醉醺醺的来找爱丽亚 告诉她丽娜要嫁给隔壁帝国的老皇帝 她什么都做不了 好难过 爱丽亚赶紧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虽然失去丽娜的雷伊如同行事走路 但爱丽亚坚信自己能帮助雷伊重新找回笑容 就这样过了两年 没想到 在一次酒会上 雷伊的母亲仅仅因为在聚会上 不小心把酒撒在了王储的衣服上 就被王储当场处决 只因雷伊母亲的身份卑解 一直没有获得后宫的身份 雷伊悲痛欲绝 这件事之后 她下定决心 以后绝对没有人能再伤害她爱的人 就这样 雷伊变了 一年后 她发动叛乱 将无能的皇帝和残忍的皇太子斩首 爱丽亚的父亲 第一个站在了雷伊的阵营 雷伊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王位 爱丽亚的父亲 在叛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成为了帝国的皇后 直到结婚那天 她都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嫁给了自己一直爱慕的男人 雷伊向爱丽亚保证 虽然不能给你爱情 但是她永远不会让别的女人进皇宫 皇后的位置只会是她一个人 她不会再让她母亲的悲剧再次发生 雷伊那天说的话 爱丽亚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雷伊能为她做出这个承诺就足够 如果她不爱我 就让我来更爱她好了 此时的爱丽亚坚信 他们的未来会是很幸福的 然而现在 听到丽娜要回国的消息 她突然变得不确定了 爱丽亚要求门口的侍从 不要告诉皇帝她来过这里 她失魂落魄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七年 丽娜已经走了七年了 如果她回到雷伊身边 爱丽亚可以用脚趾头 想想都知道雷伊会选择谁 毕竟这么多年 雷伊从来没有爱过她 现在被迫分开的恋人 马上就要相见了 他们之间的感情肯定会更深吧 想到这里 爱丽亚的腹部一阵刺痛 医生告诉她 因为失去了一个孩子 这次她必须格外小心 不得有情绪波动或剧烈运动 爱丽亚吓坏了 抱住自己的肚子 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这个女人打算向皇帝 隐瞒她怀孕的消息 因为皇帝的白月光即将回国 晚上 爱丽亚来到餐厅 与皇帝共进晚餐 她一进门 就看出皇帝心不在焉 有那么一会儿 爱丽亚感到心里一阵疼痛 皇帝是在想 即将回国的白月光丽娜吗 不知道她是否 这么深沉的想念过我呢 应该不会吧 爱丽亚坐下后 皇帝回过神 两个人都沉默着 吃着身前的晚餐 期间皇帝还例行公事般的 问问皇后 今天是不是回家了 之后两人便又陷入了沉默 对于皇帝的漠不关心 深深地刺痛了爱丽亚的心 本来想告诉她 她怀孕了 但是此时此刻的皇帝 还会在乎吗 爱丽亚已经习惯了皇帝的冷漠 她没有带任何侍女出宫 独自回到娘家 她还在娘家被诊断出怀孕 如果皇帝好奇 多问几句 她应该会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她 可惜雷伊对她一点都不好奇 也不关心 爱丽亚不禁在想 如果她是丽娜 雷伊还会这么冷漠吗 想到这里伊丽亚咬了咬牙 还是问了雷伊 丽娜小姐是不是要回帝国了 皇帝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喝了一口酒 默然地问她是怎么知道的 丽娜家族为她的回归准备了庆功宴 而作为皇后的爱丽娅 成了宫女们的同情对象 原来两天前的饭桌上 爱丽娅鼓起勇气 问皇帝会不会去那个宴会 皇帝表示她必须参加 丽娜嫁给隔壁帝国是因为她 丽娜因为她吃了那么多苦 她就去露一下脸 希望爱丽娅能体谅一下 爱丽娅听着心里感到极讽刺又悲伤 如果她能稍微体谅一下她的皇后 想想她参加这场派对 人们会在背后怎么议论她 爱丽娅就不会这么轻易做出这种决定吧 她今天必须和陛下一起参加宴会 她必须主动保护自己的名誉 这样才能保护她的孩子 她决定等再过两天就告诉皇帝她怀孕了 现在皇帝的脑子里全是丽娜 她不想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 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丽娅击到第二位 不一会侍女来问她选哪套礼服参加派对 爱丽娅立刻想起这件衣服 是前年皇帝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当时她刚被确诊怀孕 但过完生日没几天就流产了 从那以后 她再也没有穿过这件衣服 爱丽娅决定今天穿这套礼服去参加派对 打扮完毕后 爱丽娅在室里的陪同下慢慢走下楼梯 皇帝已经站在下面等她 当爱丽娅下来时 就看到皇帝面无表情地说 宴会快开始了 赶紧走吧 爱丽娅的一点点期待 也在皇帝冷漠的声音中消失 她多希望皇帝能认出这件礼服 爱丽娅无法掩饰她脸上的失落 她垂下了眼睛 当他们来到派对时 在场的人都停了下来恭敬的行李 皇帝挥了挥手让大家平身 爱丽娅看了一眼丽娅 她似乎和七年前一样没什么变化 此时皇帝和丽娅四目相对 她平静的脸终于有了反应 眼里带着留恋和愧疾 爱丽娅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此刻就像被一把钝刀插在了心里 皇帝和丽娅在他们的爱情 达到顶峰时被迫分开 七年后 他们终于又见面了 即使是现在 她站在丈夫身边 也像一个局外人 丽娅走上前去 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这个笑容让爱丽娅感到不安 爱丽娅感觉到周围那些 充满敌意的目光 此刻的她反而变成了 这段感情中的恶毒女配 皇帝亲切地祝福丽娅回归 丽娅也微笑着感谢皇帝的关心 在皇帝的问候之后 轮到她作为皇后祝福丽娅 但是爱丽娅张开嘴 却发不出声音 一想到周围的流言蜚语 和不怀好意的目光 她的喉咙好像被堵住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皇帝微微皱起眉头 不知道她怎么了 爱丽娅赶紧强迫自己振作起来 收拾好心情 扬起笑容祝福丽娅回归 在祝福过后 皇帝以不抢占丽娅的风头为由 准备带爱丽娅回宫 就在这时 却被丽娅拦住了 她说她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随着大门打开 只见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孩走了进来 这个女人她是帝国的皇后 此刻却发现自己被皇帝绿了 还见到了皇帝的私生子 原来宴会上皇帝打完招呼 想带皇后回宫 却被她的白月光丽娅拦下 她告诉皇帝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小男孩 她是皇帝的私生子 此时的爱丽娅看着眼前的小孩 那酷似皇帝小时候的脸庞 乌黑的头发 宛如黑夜的眼瞳 瞬间星辰入谷底 心里有个不好的想法 丽娅从仆人手中抱过小孩 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说 这个孩子是我和陛下的孩子 第二天 整个首都在议论纷纷 爱丽娅正坐在房间里郁郁广欢 这时女仆来报说她的父亲来了 正在接待室等她 她知道父亲应该是知道皇帝有私生子的事情了 爱丽娅立即起身去了接待室 至今她仍然记得她决定嫁给雷伊的那一天 她父亲看起来很不高兴 当时 她想说服爱丽娅不要嫁给皇帝 因为她知道皇帝并不爱她的女儿 作为父亲 她只希望女儿幸福 但爱丽娅还是坚持要入宫 因为她爱雷伊 此时在接待室里 爱丽娅满怀愧疚地向父亲道歉 她一直让父亲很担心 婚后也没让她看到自己幸福的一面 还出了皇帝私生子这种事 现在父亲一定很伤心吧 公爵叹了口气 让她不用道歉 只是各种情况不如一把 最重要的还是皇帝对这个孩子的态度 说起皇帝 爱丽娅露出了失落的表情 原来昨晚回去的路上 皇帝一路上就没正眼看过她 这样的她 爱丽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事情发生到现在 雷伊完全没有考虑她的胆受 如果她这个时候告诉雷伊她怀孕了 她会高兴吗 爱丽娅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毫无期待地出生 临走前 公爵告诉爱丽娅 她不开心的时候随时可以回家 爱丽娅永远是她的女儿 不需要委屈自己 她只希望爱丽娅能够永远幸福 爱丽娅心里涌出一丝温暖和愧疚 晚上 爱丽娅还在思考如何向皇帝提及这个孩子 突然 侍女跑来去通知她 皇帝来了 爱丽娅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侍女刚通知完 皇帝已经来到了她的房间 她先是让所有的仆人都下去 然后她一脸凝重地坐在沙发上沉默着 爱丽娅见她满脸纠结静静地坐着不出声 爱丽娅只好开口说道 雷伊 有话直说吧 你应该不是来和我一起悠闲喝茶吧 皇帝的眼中有一丝惊讶 猜到爱丽娅应该知道她为什么来了 皇帝马上冷静下来说道 丽娅带回来的孩子毕竟是皇族血脉 我不能坐视不管 况且那天那么多人在场 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隐瞒 接下来 她会向神殿提出申请 检查孩子是不是皇室成员 爱丽娅的心咯瞪一下 如果孩子是皇族呢 她会怎么做呢 此时雷伊还没想好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不想多聊 便问爱丽娅有没有被吓到 要不要回娘家住几天或是去南方的皇宫 爱丽娅听到她看似关切的话并不开心 雷伊看似很关心她 但其实只是想让她暂时离开 默默接受她下的决定 爱丽娅抚摸了一下魂见 看来是时候好好考虑一下他们的关系了 在心里做了个决定后 爱丽娅缓缓说道 是你喜欢别宫的风景 而不是我 我喜欢那里 因为我能看到你在那里很开心 皇帝听到这些话 愣住了 不知所措 下一秒 爱丽娅又笑了 我哪也不想去 等神殿结果出来我们再聊吧 这个皇后太惨了 刚得知自己怀孕没几天 便发现皇帝的小三 带着皇帝的私生子登堂入室 仿佛她变成了第三者 怀孕的皇后终于有了带着求跑的念头 就在刚刚侍女过来通知她 白月光带回来的孩子确实是皇室的血脉 爱丽娅脸上没有任何意外 只是淡淡的吩咐女不退下 她累了 想休息一下 并让侍女通知皇帝 她身体不适 今天的晚宴就不参加了 此时爱丽娅只觉得极度疲惫 神殿的结果出来了 皇帝有私生子 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帝国 目前雷伊皇帝还没有孩子 而且经过肃清 除了雷伊 已经没有生存的直系皇祖了 现在整个帝国都会关注那个孩子 毕竟是雷伊的第一个孩子 想到这里 爱丽娅咬咬嘴唇 低胎 这应该是一个受到全国人民祝福的孩子 她悲伤的摸着自己的肚子 我本想把这一切都给你 对不起 宝贝 这个孩子对爱丽娅来说是奇迹 也是祝福 但是现在却不能说出这件事情 太危险了 皇宫里很多人都会对未出生的孩子 做出残忍的事情 同出异母的两个皇子 也会为了争夺皇位而互相厮杀 真怕自己在混乱中无法保护好这个孩子 爱丽娅面无表情的 透过窗户仰望天空的夕阳 陛下现在应该在晚宴厅了 这还是依丽娅第一次试约呢 她喜欢和雷伊在一起共度时光 即使身体不适也不曾缺席 但皇帝从来没看出她的一样 今天应该也是一样吧 突然有点莫名的心疼自己呢 这时 皇帝正大步走向餐厅 今天 她来晚了一点 估计爱丽娅肯定在等她 结果打开门后 餐厅空无一人 皇帝愣住了 发生了什么事 她问侍从 皇后还没来吗 侍从们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 惊恐的连忙跪下向皇帝请罪 原来她忘记告诉皇帝 今晚皇后不能出席晚宴了 听到这个消息 皇帝的心情一瞬间变得非常复杂 她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让侍从退下 一个人坐在餐桌旁 思绪开始变得凌乱 暗想刚刚忘了问 爱丽娅不能来吃饭的原因了 她不舒服吗 皇帝烦躁地捂了无脸 最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丽娜带回来了孩子该怎么处理 还有看起来彻底死心的爱丽娅 她是生我的气了吗 我该怎么哄她呢 印象中好像从没和爱丽娅吵过架 都不知道该怎么哄她 还有丽娜为了她付出这么多 如果不承认孩子的身份 她将会受到各种羞辱吧 虽然雷伊心里已经有了结论 但是一想到之前 爱丽娅失去他们第一个孩子 是崩溃的场景 雷伊意识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她去求爱丽娅 拜托她接受这个孩子 她应该会同意的吧 毕竟爱丽娅一直都是很支持她的 第二天 爱丽娅难得睡了个懒觉 她漫不经心地走到窗前问世女 神殿发布的声明 是不是已经传遍整个皇宫了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爱丽娅知道已经不能再回命 是时候问问雷伊的决定了 只有这样 她才能做出选择 爱丽娅走在去找雷伊的路上 心烦意乱的她决定慢慢走过去 毕竟今天她可能要做出 颠覆自己人生的决定 看着这条她和雷伊走过无数遍的路 这里承载了他们很多回忆 现在每向前一步 她都会回忆起 他们两人曾经相处的点点滴滴 事实上 她已经猜到了雷伊的决定 她去找雷伊 其实只是想雷伊亲自告诉她答案 这样她才能彻底放弃 皇后代求来看皇帝 准备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却看到了让她心痛的一幕 原来不久前 爱丽娅来到皇帝的办公室 就被守卫告知她皇帝不在此处 爱丽娅问她 陛下是和丽娜小姐在一起吗 守卫听着紧张不安 爱丽娅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脸也沉了下来 语气冰冷的问道 陛下现在在哪里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守卫顶着巨大的压力说出了真相 陛下在太阳宫的温室花园里 听到皇帝的位置 爱丽娅的心砰砰直跳 只有皇室才能进入的太阳宫温室花园 而那个花园就是她管理的地方 丽娜和她的孩子居然在那里 爱丽娅不甘心地攥紧拳头 快步跑向温室花园 一到门口 就传来皇帝温柔的声音 和小孩的笑声 爱丽娅惊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皇帝抱着孩子笑着嬉闹 丽娜在一旁笑着看着父子俩打架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爱丽娅的眼睛 多么温馨的三口之家 原来她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爱丽娅准备离开这里 看来已经没必要拜见皇帝了 她已经知道了她的决定 她早就该知道会是这种结局了 结婚的时候雷姨就说过不会爱她 她早就心有所属了 是她仍然抱有希望 以为随着时光流逝 她总有一天会回头看自己一眼 但现在看来 无论她怎么努力 有些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爱丽娅抬头 发现丽娜注意到了自己 他们两人默默的对视了一会儿 丽娜的眼神一如既往的自信从容 仿佛在对她说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位置 好吧 看来是时候改变了 爱丽娅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如果她早点意识到 自己和雷姨之间没有希望 如果没有拥抱过她 没有感受过她的温暖 此时此刻 她至少不会这么心痛 泪水顺着爱丽娅的脸颊缓缓流下 也正是因为她享受过短暂的幸福 她才觉得这个结局更加伤感 这一刻 爱丽娅已经下定决心 从现在开始 皇帝行礼道歉 大概意思是 这里是皇室成员才能进出的 都怪小孩子不懂事要来玩 让皇帝为难了 皇帝摆摆手 让她不用在意 小孩子闹起来也是没办法的 原来刚刚丽娜带着爱德入宫 说要见她 本来皇帝没打算见他们 但是他们非要在外面等 直到雷姨愿意见他们 皇帝不忍心把他们拒之门外 但就在刚刚回来的路上 小孩突然哭闹要去花园看一声花 皇帝只好允许他们进入花园 想到这里 皇帝无奈地看了看爱德 然而皇帝不知道 就在刚才皇后看到 她和私生子嬉闹的场景 已经决定放弃 代秋跑路了 此时皇帝还在无奈地 看着调皮的爱德 生怕她在摔倒 边上的丽娜还在微笑道 如果摔了 您就再像刚刚那样 扶她一把就可以了 雷姨看着微笑的丽娜 不禁想起了回归宴会的那天 看到丽娜的那一刻 心中竟然没有任何波澜 感觉就像看到了 过去认识的熟人 仅此而已 那一刻 她意识到自己在乎的不是丽娜 而是爱丽娅 正在她想事情出神的时候 丽娜想要伸手去抓她的手 皇帝却下意识地挥开了丽娜的手 挥完之后 两个人都愣住了 皇帝尴尬地向她道歉 丽娜马上轻声说没关系 雷姨看着还在嬉闹的爱德 突然出声到她可以让爱德加入皇级 但在此之前 丽娜要放弃爱德的抚养权 爱德将会成为她和皇后的孩子 听到这些话 丽娜像被雷打中一样弄在原地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又听皇帝说道 这是唯一能要义德成为皇族的方法 帝国遵循严格的义父义妻制 之前丽娜的父亲曾经来找过她 想怂恿她和爱丽娅离婚 承认孩子的身份 和丽娜在一起 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她答应过爱丽娅 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她不愿意 她也不勉强 丽娜知道她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定 便点头表示她愿意 她只希望爱德幸福 不希望孩子背负私生子的头衔过一生 她遵从皇帝的意见 但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皇帝走后 咱们来看看这表情 有点吓人啊 怀孕的皇后本想再给皇帝一个机会 没想到却看到了 让她更加心痛的一幕 回到房间的爱丽娅扑在床上痛苦 她真的好恨雷伊 她一直默默地站在她身后 从不奢望幸福 没想到现在这么容易就死心了 为什么要让她感受过幸福的滋味 然后再残忍地夺走 明明答应过即使不能给她爱情 但是也不会让她孤单 不会有第二个女人的 爱丽娅只觉得讽刺 雷伊根本不守信用 之前两人关系还挺融洽的 但是自从她流产后 她们之间就连那份和睦也消失了 即使她若无其事地向雷伊微笑 但是内心却在不断地干涸 如果她没有奇迹般地怀上这个孩子 她可能还在感受着无尽的枯竭 直到逐渐枯萎 雷伊 我好恨你 爱丽娅哭着睡着了 当她醒来时 发现已经是晚上了 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她猛坐起来 正要叫女佣过来 但又停住了 习惯真的很可怕 她都忘记以后 再也不用和雷伊共享晚餐了 是时候改掉这些习惯了 虽然很痛苦 但她会渐渐抹去 所有和雷伊有关的习惯 就在这时 爱丽娅突然感到腹部一股刺痛 她疼得捂着肚子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想起医生对她的告解 情绪不能太大波动 否则会伤害到孩子 痛苦越来越强烈 爱丽娅惊恐颤抖 不可以 她不能失去孩子 爱丽娅颤抖地去拿摇铃 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 侍女立刻进来 看到爱丽娅痛苦难忍 侍女着急地准备 马上去叫御医 却被皇后一把拉住了 爱丽娅脸色难看得 让她不要找御医 马上传及讯去公爵府 让公爵府家庭的医生来医治 很快公爵就带着家庭医生赶爆了 此时的爱丽娅疼得面色苍白 命令除了父亲和医生 其他人都退下 公爵心疼地问她 怎么了 为什么不叫御医 爱丽娅面带苦涩地说不能叫 她怀孕了 但是不能让皇帝知道 因为她已经准备离开皇帝 另一边 此时皇帝又收到皇后 不能出席晚宴的消息 心里有些失落 爱丽娅今天竟然也缺席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皇帝一脸名重地问侍从 皇后宫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侍从站站站刻刻地说 暂时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不过下午皇后殿下来找您了 但是没看到你就直接回去了 皇帝疑惑地问皇后 什么时候来的 就听是从说 丽娅小姐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皇帝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她感到非常不安 好像就要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管家问皇帝宴席 要不要安排在房间里吃 此时的皇帝哪里还吃得下 她现在只想去皇后的宫殿 此时皇帝来到皇后宫殿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 停在门口的马车 上面的徽章显示 来人是克洛伊公爵府 皇后是因为公爵来了 才错过晚餐的吗 管家问她要不要先回宫 雷一表示不用 既然来了 就去拜访一下公爵好了 没想到刚走进宫殿大门 却被公爵拦住了去路道 陛下 你还不能进去 雷一听着脸一沉 公爵这是挡我路吗 没想到公爵根本没有退让 冷声道 皇后殿下现在身体不舒服 您还是请回吧 雷一听着说道 既然皇后身体不舒服 我更应该去看看 随后警告公爵 她是爱丽亚的丈夫 她僭越了 不料公爵冷笑一声 雷一不悦的问公爵 什么意思 是对她有什么不满吗 才是她想多了 没想到公爵冷冷的 直接对她 你没想多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 皇帝愣住了 公爵今天是吃了火药了吗 公爵告诉她皇后 今天身体不适 都是她这个丈夫一手造成的 丽娜小姐把陛下 亲身骨肉带进宫的事 已经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 难道你以为皇后 心胸宽广到一点都不在乎吗 皇帝无言以对 因为她真的以为 爱丽亚不会在意 公爵质问皇帝 婚前是怎么和她 保证让爱丽亚幸福的 虽然她从来没有爱过爱丽亚 但她一直认为 爱和给她幸福是两码事 因为幸福不代表爱 公爵皱眉怒吼道 当初的承诺你兑现了吗 皇帝瞬间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她总是有意识地避开爱丽亚 每次面对她 都会觉得痛苦难难 所以对她而言 爱丽亚的幸福与否 早就不再重要 此时雷一看着眼前的公爵 和爱丽亚一样紫色的眼睛 让她更是心烦意乱 公爵看到皇帝的表情 就知道皇帝动摇妥协了 她又开口让皇帝回去 果然 皇帝垂下了眼睛 连公爵的眼睛都不敢看 只说道 等皇后好了 派人来向她禀报一下 就离开了 这个女人怀孕了 却发现丈夫有了私生子 经历一场疼痛后 她已经下定决心离开皇帝 话说上级 皇帝被公爵说的 自觉没脸面对皇后 先行离开了 侍女来禀报公爵 皇后状态好多了 房间里的医生 替爱丽亚看诊一番后 告诉她 孩子很好 您是因为压力太大 所以才引起了惊恐反应 爱丽亚这才舒了一口气 只要孩子没事就好 她再也不会让孩子 承受这样的磨难了 公爵慌张地走入房内 爱丽亚告诉她 孩子平安 公爵这才舒了口气 放下心来 爱丽亚一想到父亲 刚得知她怀孕 还没来得及开心 她又让父亲遭受这样的打击 心里好难过 还没等她开口 便听到公爵愧疚的和她道歉 公爵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自从妻子死后 她就下定决心 要让自己女儿过上幸福的日子 可是她没能做到 爱丽亚连忙抓住父亲的手 让她不要自责 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而且她现在只想抛开 所有的后悔和眷恋 离开皇帝 离开皇宫这个是非之地 和孩子好好地生活 这番话让公爵听了很是欣慰 女儿终于想通了 不再折磨自己了 她让爱丽亚不用担心 只管照顾好自己身体 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让陛下知道 爱丽亚怀孕这件事 明天一早 她就以公爵世家的正式文件名义 给陛下呈上一封离婚申请 但是爱丽亚拒绝了 她想亲自处理 只有这样她才能彻底死心 公爵表示尊重爱丽亚的决定 但是万一陛下不答应和她离婚的话 到时候她会出面解决 爱丽亚觉得不可能 皇帝又不爱她 怎么会不同意离婚呢 不过就算陛下不爱她 至少她是帝国唯一公爵的女儿 是功臣的女儿 雷依还是有可能不放她离开的 想到这里 爱丽亚心里只觉得讽刺 雷依对她的那点好 居然都是因为她的家世 爱丽亚说道 就按照父亲说的办 送走父亲后 爱丽亚决定明天告诉雷依离婚的事 第二天 爱丽亚让侍女帮她梳戏打扮 她要去见皇帝 打扮完毕后 侍女问她要不要带这对宝石二环 爱丽亚一眼就看出 这是她嫁给皇帝时 皇室送给她的礼物 她曾经视若珍宝 现在想想她拥有的宝石 几乎都是结婚时收到的礼物 以后统统都不需要了 爱丽亚正要出发去见皇帝 这是侍女急忙来报 皇帝来了 爱丽亚很惊讶 雷依一大早来皇后宫殿 以前她从没这样做过 见到皇帝 爱丽亚恭敬的行礼 皇帝连忙上前要扶她起来 但爱丽亚躲开了她的手 平静地问皇帝 怎么这么早来她的宫殿 皇帝愣了一会儿 然后茫然地站着 这种气氛让爱丽亚不知所措 她是因为她没接她的手生气了吗 看样子不像啊 此时雷依的眼神 看着有种神秘感 为什么呢 她可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眼神看她 因为雷依对她向来都是不闻不问 谈不上有任何感情 皇帝要求所有人下去 然后对爱丽亚说 她有话要对她说 爱丽亚听着 淡淡的 巧了 我也有话对你说 是关于爱德的 爱丽亚嘲讽地笑了笑 果然 这就是雷依如此反常的原因 都是为了利纳 爱丽亚问她打算怎么做 雷依纠结了一下 然后说道 她虽然觉得很对不起爱丽亚 但是爱德已经被证明有皇族血统 她不能无视 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身为皇族 却得不到皇帝的认可是什么感觉 爱丽亚知道雷依从爱德那里 看到了从前的自己 不过 从今以后这些都和她没关系了 爱丽亚平静地问雷依打算怎么处理 皇帝说她打算将爱德 是皇族的身份招告天下 再让她坐上第一皇子的位置 果然不出她所料 她可真是个傻瓜 直到今天早上 都还在担心 如果她还是放不下雷依怎么办 不过 看到她这番神操作 她可以走到更加彻底了 爱丽亚抬起头微笑道 雷依 让爱德登上第一皇子的事情 你看着办吧 雷依听着十分震惊 震惊后又十分喜悦 她就知道爱丽亚是理解她的 她刚准备感谢爱丽亚 就被爱丽亚之后的话打断了 爱丽亚说她有一个要求 皇帝必须答应她 皇帝欣然同意了 只要爱丽亚能接受爱德 她什么都可以听她的 爱丽亚讽刺地笑了 希望她真能做到 一直以来 她都希望雷依的眼中 能只有她一个人 然而现在她要离开了 雷依才肯正眼看她 真是讽刺 爱丽亚平淡的声音缓缓响起 我们离婚吧 皇帝震惊了 皇帝想让私生子认祖归宗 心如死灰的皇后点头答应 并向皇帝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皇帝震惊了 这还是爱丽亚第一次看到 她摇摆不定的表情 但她也释然了 爱丽亚淡淡地说道 雷依我想走了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希望你能答应我的离婚请求 皇帝好不容易消化完这些话 勃然大怒地朝爱丽亚怒吼道 不想接受爱德大可以直接说 不要用离婚这种荒谬的借口 若是以前 看到如此冷酷的雷依 安娜肯定会不知所措 甚至忐忑不安 可如今她的内心很平静 好像她的心早就死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 根本不值得她心动 爱丽亚抬眼 淡淡地说道 雷依爱德是你的儿子 就算我否定他 他终究也是皇子 我跟你提离婚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皇帝不能理解 如果不是这件事 那爱丽亚为什么要提出离婚 爱丽亚苦笑道 我当初结婚是因为我爱你 想留在你身边 皇帝非常不理解 都这个时候了 爱丽亚说这些有什么用 他表示到有没有爱德 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关系 他答应的承诺他会做到 后宫只会有爱丽亚一个人 面对这个完全不能理解他的皇帝 此时的爱丽亚已经彻底死心 他站起来对皇帝说道 他已经不爱他了 皇帝震惊的睁大眼睛 内心慌乱恐惧 但更多的是愤怒 他咬牙切齿 他无法理解 他们是帝国的皇帝和皇后 不是普通人 就因为这点爱皇后 居然要和他离婚 皇帝怒吼 你嫉妒丽亚就直说 别给我卖关子 爱丽亚心如死灰 没想到他对他的爱恨输出 在他看来一文不值 他忧伤地看着皇帝 你真的认为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问题吗 皇帝呆了一下 回避了爱丽亚的视线 他知道这件事 对爱丽亚打击很大 但是离婚他不答应 爱丽亚还想说点什么 皇帝却突然拍桌怒吼 叫来了是同关 他下令让骑士团 好好保卫皇后宫殿 从现在开始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进出皇后宫殿 皇后也不例外 爱丽亚简直不本执行 眼前的男人居然要软禁他 他抓住皇帝的袖子 想拦住他 皇帝却一把甩开了他 此时的皇帝 整个人就像一头 失去理智的野兽 这是爱丽亚第一次 看到这样的雷伊 他愣在了原地 直到皇帝离开 也没回过神 侍女进来看到 问他有没有受伤 爱丽亚这才回过神来表示没事 虽然他能想到 和雷伊离婚不容易 但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必须在骑士到来之前 联系上父亲 他本想自己处理的 但是眼下不得不求助父亲 虽然很不想麻烦父亲 但是他现在没有选择 爱丽亚写了一封求助信 叫侍女马上送到 克洛公爵夫片刻之后 爱丽亚站在窗边查看 果然楼下来了一群骑士 希望这件事能悄无声息的解决 另一边 回宫的皇帝一想到 爱丽亚提出离婚的事 就暴跳如雷 侍从官很担心 劝他冷静一下 皇帝喘着粗气想平复心情 但无济于事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 但是一想到爱丽亚说要离开他 他就控制不住自己 按理说他不应该发这么大火的 毕竟他并不爱爱丽亚 他应该理性对待的 但是当爱丽亚说不再爱他的时候 听见他在那里当年幼稚爱情的时候 他的内心却非常难受 侍从官见他如此难受 担心他气大伤身 想给他来一杯养生茶 缓解一下 此时的雷伊十分难受 他知道喝多少那玩意儿 都解决不了他此刻的问题 侍从官担心地问他 真的打算幽静皇后吗 雷伊刚想反噬 但是一想想 他这不是幽静又是什么呢 侍从官告诉他 没有任何名分 就这么幽静皇后 如果这件事传出去 整个帝国都会闹得沸沸扬扬 请他三思 此时的皇帝也很懊恼 他也不想这样 可是如果不这样的话 爱丽亚可能马上就会离开他 这是他不允许的 就在这时 一名骑士来报 在皇后宫抓到了 想要偷溜出去的首席侍女 拦截了这封信 克莱城给皇帝 皇帝马上查看信件内容 发现居然是爱丽亚写给公爵的 请他帮忙解决离婚 雷伊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离婚 爱丽亚就这么想离婚吗 他一怒之下把信烧了 然后阴沉着脸命令其事 从现在开始 只要皇后宫的侍女进进出出 都要进行严格的盘问搜查 未经我的允许 谁都不许离开皇后宫 皇帝让人给首相传信 把去东方国的使节团负责人 换成克洛工具 让他明天出发 并提醒是从官馆里 好手下那些人的嘴 他不希望有人议论皇后宫殿的事 大家离开后 雷伊看着桌子上 被烧毁的信件残渣 愤怒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悲伤和痛苦 爱丽亚怎么能这样对她 她一直都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现在却想离开自己 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 一定是因为爱德 他们之间的恋痕 只是暂时的 时间一定能解决一切 皇后想赶紧离婚 带球逃跑 却被皇帝囚禁了 她无力地坐在床边 思考着对策 写给她父亲的求救信 被皇帝拿走了 皇后宫的戒备也加强了 现在连一只蚂蚁 都进不来出不去 爱丽亚真没想到 雷伊居然做得这么绝 她以为雷伊只是意识奋命 才会这样 没想到骑士们还在那里 她还下令宫中 任何人不得提及 皇后宫的事情 不仅如此 雷伊还任命她父亲 为出使东方国使节团的负责人 很明显她是想用这任命 让她父亲离开帝国 好方便把她囚禁在宫中 一想到父亲那边 还不知道她的情况 万一父亲一走 她该怎么办 时间越长 怀孕的事情就容易被人发现 到时候贵族们会自动分成两派 一派支持爱德 一派支持她那还未出生的孩子 万一有人要杀还未出生的孩子 爱丽亚一想这里脸色 就瞬间发白 一旁的侍女焦急地问她怎么了 她非常担心再继续这样下去 皇后又会病爆 爱丽亚知道她现在绝对不能再生病 便是一侍女给她准备一壶热茶 侍女退下后 爱丽亚轻抚着肚子 安抚着宝宝轻声说着 一切都会好的 第二天 正在上班的皇帝 提了离婚后 她彻夜难眠 连一口饭都难以下咽 但是爱丽亚居然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难道对她来说离婚真的只是一件小事吗 皇帝的眼里瞬间闪过难以抑制的愤怒 一个发力瞬间把笔弄坏了 同时也伤了手 侍从关紧张的想找医生来查看 却被她拦住了 就在这时侍从突然来报 克洛公爵求见 皇帝微微醋眉 不过才关了皇后一天 克洛公爵不可能知道才对 难道是因为任务 虽然这种时候真的很不想见克洛公爵 但是也没有可以拒绝见他的理由 他让侍从请公爵进来 公爵走进殿中 先向皇帝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件递给皇帝 皇帝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下一秒就听公爵说道 这是克洛公爵府正式向陛下提出的请求 请他与皇后离婚 雷一瞬间将住 随后他冷冷地说道 才过了一天 公爵不可能知道皇后宫里的事情 是不是事先和皇后约定好的 公爵听着又迷惑又担心 问皇后怎么了 皇帝没有回答他 反而冷笑道 现在回想起来 看来你们是早有预谋呢 难怪那天你要阻拦我 公爵没理他的嘲讽 焦急地问皇后殿下现在在哪里 皇帝却对公爵嗤之以鼻 怎么 你是担心我会把皇后关进监狱吗 公爵气急朝他大声咆哮 结果惹得屋外两个骑士 瞬间拔剑冲了进来 以为他要行刺皇帝 皇帝摆手让骑士陷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两个人后 皇帝淡淡地问公爵 你真的认为我会那样对他吗 公爵低头道歉 表示自己刚刚失礼了 皇帝拿起信说 他可以撤回让公爵出使团特使的命令 这封信他也会假装没见过 希望公爵能就此离开 就当没来过 可是公爵却坚定地拒绝了 皇帝气得拍桌怒吼公爵 但公爵一点也不退缩 他的眼神异常坚定 因为根据婚姻法 他们完全有理由申请离婚 但是他们不想引起骚乱 只想顺利办理完手续 雷一知道公爵说的是对的 这还是他亲自修改的婚姻法 未经配偶同意的情况下 接受情妇或私生子 配偶可以提出离婚 如果公爵执意搬出爱德 那他只能同意离婚 皇帝咬牙 阿娜自己简直是在自觉坟墓 突然雷一想到 如果他不让爱德加入皇室 公爵就不能以此理由申请离婚了 公爵轻叹一声 他猜到陛下不会这么容易同意离婚 但没想到他这么轻易就放弃爱德 但即便如此 婚还是要离的 公爵告诉皇帝 离婚并不单单是因为爱德的原因 他和皇后的关系 从一开始就错了 皇帝愣住了 他突然想起那天的爱丽亚看上去 已经死心了的样子 但是不是因为爱德 又是为什么呢 皇帝实在不明白 他和皇后之间明明没有问题 根本没有其他离婚的理由 公爵实在不想再纠缠 他垂下眼帘说 如果陛下是这么认为 那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公爵离开后 皇帝摊在椅子上 公爵是他上位的第一大功臣 与其和他交恶 不如接受他的提醒 明明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可是为什么 他还在犹豫呢 他是帝国尊贵的皇后 却因和皇帝提出离婚 被幽禁了起来 此时侍女来报 他打探到克洛公爵会见了皇帝 据说两人在房中争吵了起来 声音都传到门外了 爱丽亚知道肯定是父亲 向陛下提出了离婚 而引发的争吵 如果皇帝幽禁他 还与公爵争吵的消息传出皇宫 对雷伊和公爵都没什么好处 看来这件事必须尽快了断 爱丽亚让侍女给骑士烧个口气 说她邀请陛下一起享用晚餐 侍女走后 爱丽亚沉默地看着窗外 虽然她不想再看到雷伊 但他们是时候该做个了断 她曾经很爱雷伊 所以她很清楚雷伊最轻蔑什么 所以她决定和雷伊享用最后的晚餐 晚上 爱丽亚来到餐厅 皇帝已经先到 坐在了餐位上 爱丽亚淡淡地行了个礼 皇帝依旧没什么感情 冷冷淡淡淡的样子 让她平身 在皇后落座后 皇帝命令侍从都下去 皇帝举起酒杯淡淡地道 没想到爱丽亚会先提出和她见面 爱丽亚听后平静地说 是的我之前确实不想见你 但我改变了主意 皇帝听到这句话 脸色缓和了很多 既然爱丽亚改变了主意 那就不要再提离婚这两个字了 爱丽亚默默地垂下眼睛 她本想好好享用完最后的晚餐 再和雷伊说明一切 看来是不能再等了 爱丽亚再次抬起头 她的眼神变得非常坚定 她说 雷伊 我没有打消这个离婚的想法 我是来和你做个了断的 皇帝一听 脸色瞬间变得异常难看 她双手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咬牙切齿地说她不会离婚 爱丽亚也强硬 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和雷伊离婚 皇帝愤怒地咆哮着 他们不能因为感情问题就决定离婚 他们是皇帝皇后 是这个帝国最权威的人 爱丽亚听着她说的话 有点难过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她的决定 她告诉皇帝 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是她太蠢 没有把雷伊当成皇帝 而是把她当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看待 说到这里 伊丽亚眼睛微红 拜托皇帝 答应她的离婚请求 她不想一辈子都活得这么寂寞 请皇帝放过她 皇帝听着却笑了 她冷漠地问爱丽亚 为什么要执着于那点爱情 那点爱情到底算什么 别傻了 爱丽亚 爱丽亚感觉心瞬间被人揪住了 很疼很疼 对于雷伊来说 爱情真的微不足道 可是在她看来的那点爱情 爱丽亚却牺牲了一切 爱丽亚眼里勤满泪水 此时的她再也无法克制心底的悲伤 她朝雷伊怒喊 爱情对你来说可能不值一提 但对我来说 爱情就是我的全部 看着雷伊一脸的淡漠 爱丽亚低下了头 雷伊你爱过我吗 皇帝没有回答爱丽 她绝望地闭上眼睛 像是下了某种决心 她平静地说 如果你不想让我变得像你母亲那么不信 如果你不想成为先皇那样残忍无情的人 就跟我离婚吧 皇帝的脸色变了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爱丽亚 爱丽亚知道这两个人是雷伊的逆龄 是她不准提起的痛 这两个人给她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是她禁止提起的伤痛 虽然很残忍 但是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她应该也对她死心了吧 果然如她所料 皇帝站起身来说她同意离婚 她认为爱丽亚是对的 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爱丽亚死咬着嘴唇 强忍悲伤 雷伊的声音继续飘了过来 此时爱丽亚正在写信 女仆笑着跑过来问王后 中午简单吃点可以吗 爱丽亚好奇地看着侍女贺兰 困惑她怎么什么都不问自己 不好奇吗 侍女停顿了一会儿说 她只希望皇后能更加幸福 爱丽亚心里涌出一股暖流 她表示即使她离开 也会安排好她的后路 贺兰却突然跪下请求爱丽亚带她离开 她想继续服侍爱丽亚 除了在爱丽亚身边 她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她是为了逃离家族进了皇宫 求爱丽亚留下她 并发誓她会永远只效忠于她一人 爱丽亚有些为难 虽然带走侍女并不难 但如果她一直服侍自己 就一定会知道她怀孕的事情 但是看着如此诚恳的请求 爱丽亚无法拒绝 最终还是答应带她一起出宫 今天是皇后出宫的日子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既陌生又熟悉 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己了 不是皇后 而是一个平凡的贵族小姐 以前的她只顾着追寻雷伊的身影 放弃了太多太多 以后的她一定要为自己而活 此时侍从正在帮她收拾东西打包行李 准备离开皇宫 原来经过前天不怎么愉快的晚餐 雷伊同意了和爱丽亚的离婚 第二天 雷伊便收到了爱丽亚写给她的信 信中说如果没有什么离婚程序上的问题 她想第二天离开皇宫 皇帝此时不满的眼神 简直可以把兴致射穿 想着她昨天刚同意和爱丽亚离婚 她就迫不及待要出宫了 虽然她一早也向神殿提交了申请文书 但是那都是因为昨天爱丽亚提到了前皇帝 她气愤之下才答应的离婚 这并不是她真实的想法 爱丽亚却如此迫不及待 想到这里 皇帝有些颓废的摊在椅子上 看来一切都结束了 虽然他们的结局并不美好 但作为朋友 爱丽亚陪了她这么多年 无论如何还是要祝福爱丽亚 希望她幸福 皇帝喊来是从关 令她传令皇后宫 一切按照皇后的意愿来办 另一边 爱丽亚正在用餐 突然侍女来报说 皇帝允许她离宫了 不禁松了口气 她本来还担心雷伊不许她出宫 看来是她昨天的话 让雷伊死心了呢 侍女询问爱丽亚是否马上离宫 爱丽亚想在离开皇宫之前 再去一个地方 爱丽亚坐着马车 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宫殿 这里对她来说充满了回忆 这里是雷伊妈妈的宫殿 其实这里不配被称为宫殿 又老又破 是整个皇宫最不起眼的地方 但是这里对爱丽亚而言 却充满了回忆 在雷伊还是皇子的时候 她和母亲就生活在这里 爱丽亚经常来这里找她玩 看着这破旧的宫殿 爱丽亚不禁回忆起过去的罗瓦兹夫人 虽然雷伊成为皇帝后 恢复了她母亲的名誉 但这座宫殿的大门却一直紧递着 这是她的伤痛 不愿被人提起 只是偶尔一个人来 放一束花纪念罗瓦兹夫人 爱丽亚暗想 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次来这里 没能和雷伊幸福的在一起 她对罗瓦兹夫人感到很抱歉 雷伊也会生病 小爱丽亚听后表示 她也会照顾好这棵树 她把手轻轻地放在树上 心里祈祷着希望雷伊永远健康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爱丽亚一直用她的特殊能力 照顾着这棵大树 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大树 一瞬间一道绿光 从她手心蔓延开来 这时她在给植物注入生命里 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 极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她偶尔来这座宫殿 有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看这棵树 她担心如果这棵树死了 雷伊也会出事 爱丽亚告诉大树 她以后不能再来这里了 即使没有人在照顾她 希望她也不要生病 希望雷伊也健健康康的 今天终于到了她离开皇宫的日子 看着忙碌的侍从 爱丽亚坐在床上若有所思 侍女来告诉她公爵府的马车已经到了 爱丽亚抱着她的小包包准备离开 侍女好奇 她怎么就这点东西 此时的爱丽亚有点尴尬 没办法 作为皇后的她 这点行李确实有点寒酸 也可以说一无所有 不过没关系 她马上就要重新开始了 侍女想要给她打开车门 却被她拦住了 今天天气很好 她也很好 所以她想自己走出去 在最后看看她和雷伊一起生活的地方 在经过皇帝宫殿时候 爱丽亚不禁停下脚步 她和雷伊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大半时光 要说只有悲伤 肯定是不可能的 他们曾经也有过幸福的记忆 但是现在他们的故事应该要落幕了 侍女见她难过 担心地问她要不要坐马车 爱丽亚摇了摇头 她想自己走出去 只有这样她才能抛弃过去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就在她即将走出皇宫的时候 却见到了皇帝的白月光和她的小孩 你们说爱丽亚会怎么应对呢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阴脉 下集告诉女王 这个女人 她曾经是这个帝国尊贵的皇后 已经和皇帝申请离婚的她 正走在离开皇宫的路上 她想和过去做个告别 迎接全新的生活 就在爱丽亚离开皇宫 准备坐马车离去的时候 却见到了来皇宫找雷伊的利纳 她脸上难看的拉着爱德礼貌的向爱丽亚行李 爱丽亚平淡的示意他们平身 她看着爱德的脸 小孩有着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 她是皇族的血脉 是雷伊的孩子 爱丽亚蹲下身子 友好的和爱德打招呼 问他们是不是要去见皇帝 丽娜表示她是要去见皇帝 突然她看到了爱丽亚身后拿着行李带的侍女 和公爵府的马车 想要问点什么 爱丽亚猜到她应该已经知道了 毕竟很明显 便大方的告诉她 她和雷伊离婚了 现在准备出宫 丽娜听后一阵 她听说了离婚的事情 但是她没想到皇后居然会离开皇宫 离开皇帝 她有点失控的朝爱丽亚喊道 你怎么忍心离开陛下 爱丽亚微微一正 然后淡然一笑 这世上哪有什么永远 见丽娜愣住了 爱丽亚继续说 她只是领舞蹈了 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幸福 要学会放手而已 说完 爱丽亚扬起笑容 祝福她和皇帝幸福 丽娜将在了原地 父亲脑子里依然在想着皇后 祝福她和陛下的画面 另一边 爱丽亚回到了公爵府 没想到父亲居然让侍女 把房间保留的和出嫁前一模一样 很是感动 侍女问皇后 到家了 要不要换一身舒适一点的衣服 休息一下 爱丽亚笑道 好的 不过她希望侍女不要再叫她皇后了 她和皇帝离婚的公告 最迟应该在明天正式发布 以后还是叫她小姐吧 女仆温柔恭敬的答应 服侍爱丽亚换了舒适一点衣服 不一会 公爵来找爱丽亚 爱丽亚非常真挚地感谢父亲为她做的一切 她出嫁这么久 都不常回来看父亲 感到非常愧疚 公爵很理解她 她知道她作为皇后 会有很多责任和义务 没有时间很正常 最重要的是她现在回来了 这就够了 爱丽亚告诉父亲 从现在开始 她一定会忘记过去好好生活 不过 她现在首先要了解 侍女贺兰的绅士背景 毕竟待她离开 一定要确定这个人 没有一点危险才行 公爵告诉爱丽亚 贺兰的父亲是一位男爵 而这位男爵早已倾家荡产 她的妻子早就去世了 爱丽亚感到惊讶 贺兰从未提过她的家庭 公爵继续说道 贺兰已经和家里断绝了关系 确实无家可归 爱丽亚知道贺兰之前和她说的都是真的 她让公爵处理好贺兰的监护人问题 公爵明白 她表示只要贺兰向爱丽亚效忠 公爵俯会向她承诺负责她的一生 爱丽亚有些疑惑 公爵的意思是告诉贺兰她怀孕的事情 公爵说道 是的 她希望贺兰可以陪着爱丽亚 毕竟爱丽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一个人她实在不放心 如果可能 她更愿意成为那个能陪女儿离开的人 爱丽亚连忙安慰父亲 她没问题的 为了陛下和帝国的和平 父亲必须留在这里 虽然她和雷伊已经离婚 但父亲仍然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当年父亲亲自辅佐雷伊上位 尽职尽忠 守护皇权 无论发生了什么 父亲永远都是皇帝的忠臣 而她会离开帝国 在她相生下孩子 虽然会很辛苦 但是为了孩子 那点辛苦根本算不上什么 如果贺兰能在身边 应该会方便很多 爱丽亚同意留下贺兰 并表示避免皇帝来找她 她会尽快离开 公爵点了点头 她想到了孩子的身份 爱丽亚的母亲曾经有一个妹妹 因拒绝政治婚姻 和家里大吵了一架后 离开了帝国 之后 伯爵府把她的名字从家谱中抹去了 前不久听说她去世了 公爵临走前说道 她会准备好船 让爱丽亚尽快抵达伦特王国 晚上 爱丽亚想着她以后 就要和孩子一起在伦特王国生活了 她温柔地抚摸着肚子 期待着以后和孩子幸福的生活 皇帝和皇后离婚了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皇后是怀着她的孩子离开的 此时 皇帝正和丞相在会议室开会 这是她最在意的会议时间 丞相正在和她报告着 今年南部领地大丰收的情况 然而此时的雷伊却在走身 思索着什么 丞相喊了半天 她才回过神来 一脸不耐地问丞相刚刚说到哪里了 丞相无奈 只好把刚刚的报告内容又复述了一遍 结果皇帝压根一个字也没有在听 并表示她没听到过 此时的丞相只觉得自己真是太难了 此时的雷伊满脑子都是她的皇后爱丽亚 她记得爱丽亚和她说过 她今天要离开皇宫 她明明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挽留皇后 可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她 她知道今天无论如何 她是听不进丞相的报告 便草草结束了会议 晚上 爱丽亚已离开了皇宫 雷伊和侍从关走在回宫殿的路上 表情悲伤落寞 她抬头仰望天空 她记得爱丽亚很喜欢看星星 她曾经说过 她喜欢星星 因为她永远在同一个地方守护着他们 每当迷茫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看着这些星星 就觉得她在为自己指引方向 此时的雷伊觉得 永远在同一个地方闪耀的星星 真的好像爱丽亚 让她突然感到更加空虚 想到这里雷伊突然愣住了 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不知不觉她居然来到了爱丽亚的皇后宫殿 搞得好像很怀念爱丽亚似的 不禁懊恼 真是太离谱了 暗想可能是因为在一起时间长了 有些不习惯爱丽亚的离开吧 雷伊出神的看着眼前的皇后宫殿 侍从突然来报 侍从关告诉皇帝 神殿刚刚传来消息 他和皇后的离婚申请文书已经审批了 皇帝沉默地站着 内心五味杂沉 一股说不出的悲伤 久久才平复心情 接受现实 他告诉侍从关 他们的离婚明天得盟宣了 侍从关问他 爱德的宫殿筹备工作要不要还一还 皇帝愣住了 他明白侍从关的意思 大家都觉得爱丽亚走了 丽亚会成为新的皇后 如果他和丽亚结婚 爱德就需要和丽亚一起入宫 爱德的入宫时间就会推迟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 雷伊突然想起今天丽亚还进宫找过他 和他道歉 说因为他的原因害得他和皇后离婚了 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当时的他心情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告诉丽亚 他和皇后离婚 是他和皇后之间的问题 不怪他 丽亚把进皇宫的时候 遇见皇后出宫的事情告诉了雷伊 他说皇后希望他和雷伊幸福 雷伊现在想想 总觉得丽亚有些奇怪 他看起来确实很愧疚 但他却感觉不到 他的眼睛里有任何感情 那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让他觉得自己 好像错过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今天是皇后正式和皇帝离婚的日子 毕早皇宫便官宣了 他和皇帝离婚的消息 此时 艾丽亚正悠闲地坐在书房里看书 也许是父亲提前和庸人打过招呼 家里的氛围一如往常 艾丽亚觉得十分舒心 从今天起 他就不再是皇后了 不一会 贺兰禀报医生来了 医生为艾丽亚检查完身体后 告知他和小孩的状态都很稳定 长时间坐船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以防万一 他会给艾丽亚准备一些孕妇 可以服用的晕车药 然而旁边听着的贺兰却惊呆了 孩子 小姐居然有孩子了 医生走后 艾丽亚告诉贺兰她怀孕了 是皇帝的孩子 说完她看着满是惊讶的贺兰继续说道 贺兰 你之前说你无家可归 希望一直可以服侍我 我也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 毕竟一个孕妇前往别的国家 会遭遇很多困难 贺兰没想到皇后 居然怀着皇帝的孩子去其他帝国 他震惊地问艾丽亚 您不打算告诉陛下吗 艾丽亚表示并不想让皇帝知道 皇族的权力斗争太过残酷 为了王位 皇室中人甚至可以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 他刚得知他怀孕的时候非常高兴 想尽快把这好消息告诉皇帝 可是丽亚带着艾德出现了 当他看着陛下带着私生子和丽亚 其乐融融地出现在他达里的皇室花园时 他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保护这个孩子 不能让他卷入皇权斗争中 他想带着孩子离开帝国 去过平凡的生活 虽然知道他和皇帝结束了 但多少艾丽亚还是有些难过 他告诉贺兰如果他不想离开帝国也没关系 他会为他安排好以后的生活 贺兰听后着急了 连忙上前道 他要和小姐一起离开 艾丽亚欣然同意 起身准备带贺兰去一个地方 既然决定离开了 那就要开始准备起来 同一时刻 皇帝的办公室 皇帝派人传召了帝国第四骑士团团长 卡特尔 在遣退了众人后 他向卡特尔下达了前往西王国安坊调查的任务 另一边 艾丽亚准备在离开前 带着贺兰好好购物一番 此时他们来到服装店 店长热情地上前服务 一边不忘旁敲侧击地打听着八卦 艾丽亚知道社交圈的八卦 通常都是服装店传出去的 与其让别人胡说八道 不如他说出来 避免日后被人说闲话 艾丽亚告诉店长 他准备去旅游散散心 毕竟不久之前他刚离婚 店长没想到艾丽亚居然会说得如此直接 瞬间有点尴尬 但还是非常有服务精神地表示 艾丽亚订的东西今晚之前会送到公爵府 艾丽亚一边扮演着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应付着店长 心里则暗暗地想着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他应该不会再添油加醋吧 见事情办妥了 艾丽亚准备离开 然而在出门的时候 却发现有人故意把马车停在他马车的前后方 导致他的马车无法动弹 马夫见艾丽亚出来 连忙上前禀告 他们已经多次劝说对方移动一下车辆 对方都无视他的要求 艾丽亚愣住了 这是离婚的第一天 就有人前来刁难他吗 艾丽亚语气冰冷地让店主前去 让马车的主人把车一开 然而还没等店主行动 马车的主人就傲慢地从马车里走不下来 嘴里还不忘挖苦艾丽亚 哎呀 看看这是谁啊 这不是尊贵的皇后殿下吗 这个皇后前脚刚离婚 后脚就被人刁难了 艾丽亚看着冷嘲热讽朝他走来的女人 他一眼就认出来人是切尔斯侯绝佳的小姐 克莱昂 记得曾经在祝贺雷伊登基的派对上 克莱昂也曾用这种语气讽刺他 说他还没结婚 是怎么好意思站在雷伊身边的 该不会以为自己已经当上皇后了吧 见艾丽亚没搭理他 又继续说 你能站在陛下身边 还不是因为你父亲 然而面对他这样的侮辱 艾丽亚这次并不惯着他 他轻笑一声 朝克莱昂走去 高冷地警告着这个试图侮辱自己的女人 如果你能为家族还有自己着想的话 我觉得你有必要收敛一下 他父亲是帝国唯一拥有实权的公爵 而他是未来的皇后 挑衅自己 是谁给他的勇气 面对气势强大的艾丽亚 克莱昂害怕的一下子弱了下来 从那以后 再也没人敢在背后非议他不够资格当皇后 然而 这个女人一听说他今天和皇帝离婚 立马按捺不住来找他麻烦了 克莱昂洋洋得意地讽刺着艾丽亚 哎呀 对了 你已经不再是皇后殿下了 两位刚刚离婚 我差点忘记了 看着她那浮夸的眼睛 艾丽亚暗暗叹了口气 随后杨起微笑道 没事 我能理解 皇室才刚刚官宣 确实容易忘记 这跟时间久了容易忘记过去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吧 切尔斯小姐 心惊女被气得咬牙切齿 只得表示她马上把车一开 本以为此事可以就此结束 没想到她突然转过身来 大声地挖苦艾丽亚 哎呀 都怪我 居然没发现这是公爵府的马车 你别介意哈 皇室今早刚官宣和您离婚 谁能想到您这会儿竟然会这么悠闲逛街呢 您不是今天之前才被逐出皇宫的吗 赫拉听着瞬间暴怒 赫赤道 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如此侮辱我家小姐 艾丽亚冷冷地警告心惊女 过分了 心惊女见计谋得逞 皇后离婚这几个字成功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 艾丽亚知道心惊女想在沙龙门前引起骚乱 好毁掉她这个前皇后的名誉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呢 但她即将离开帝国 又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正当艾丽亚准备反击时 心惊女身后的马匹突然受到惊吓 不停地蹬着 没一会 心惊女就全身沾满污水 一个披着棕色斗篷的男人狂狂走了过来 嘴角挂着笑容 说着抱歉 不小心把马金了呢 克莱昂大怒 威胁来人跪下给她道歉 并命令骑士抓住来人 然而来人十分敏捷 骑士都不是她的对手 她绕过骑士走到心惊女跟前 微笑着说道 小姐 我好像没做错什么事呢 克莱昂气得勃然大怒 骑士上前想要惊吓男人 却被男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见此场景 心惊女吓得不敢吱声 男人揍完人后 讥讽了一下围攻 她的骑士速度不够快 如果是敌人的话 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说完便潇洒地走了 艾丽亚看够了好戏 潮狼狈不堪的克莱昂说道 哎呦 你这样子真是太狼狈了 如果不是你非要把马车停在这里 可能就不会经历这种变故呢 你现在的样子 真像掉进污水里的小耗子 心惊女气的咬牙切齿 目露凶光 威胁艾丽亚有本事 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艾丽亚文言学着 她刚刚的样子 用扇子绊遮住脸嘲笑道 哎呀 不好意思 我这话说的是不是太直了 不过 还是要麻烦你快点摸一下马车 这味道真是太臭了 那一刻 仿佛又回到了宴会的那里 羞愤的她怒不敢置 沮丧地坐上马车飞速离开 离婚引起的风波才能被盖过去 艾丽亚看着男子刚刚消失的方向 真想知道刚刚帮助她的男人是谁 傍晚 男人出现在一家酒馆的门口 老板头也不回地让男人天黑再来 还没营业 男人却出声叫住了她 这个皇后上午刚被官宣和皇帝离婚 下午就收到私生子生日宴会邀请函 艾丽亚看着这封立奈府里寄来的信件 贺兰简直要被气炸了 他们怎么有脸给小姐发这种邀请函 艾丽亚看着炸毛的贺兰 完全可以理解她如此愤怒的理由 毕竟她和雷伊离婚是因为艾德 大家都觉得她是因为私生子才被皇帝 而在官宣离婚当天 竟然收到私生子生日宴的邀请函 这是为什么呢 那天丽娜明明亲眼看着她离开的皇宫 他们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恩怨 离开皇宫的那天 丽娜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对她有任何敌意 信中说这将是小孩用娘家姓氏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意味着艾德即将拥有皇室姓氏 虽然不知道这封邀请函 是不是丽娜寄出的 但毋庸置疑这是一封宣誓主权的邀请函 这是在警告她 既然离婚了 就不要再痴心妄想 不过做到这一步 丽娜真的能完全一无所知吗 艾丽亚正沉思着 贺兰焦急地问艾丽亚是否要参加宴会 毕竟到时候在宴会上有可能会遇见皇帝 艾丽亚表示皇帝应该不会参加派对 毕竟现在整个社交圈都在疯传 他和皇帝离婚的原因是丽娜和艾德 如果他这时候参加 谣言会更加沸腾吧 为了丽娜和艾德 他应该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想到这里 艾丽亚让贺兰告诉管家 他明天参加艾德的派对 他想知道是谁给他发的邀请 是丽娜本人还是他父亲 无论是谁 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酒馆的另一边 男人摘下帽子露出英俊的面庞 他开心地和老板打着招呼 看着七年不见的人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老板十分惊讶 飞扑过去一把抱住来人 一会过后 男人笑嘻嘻地一把推开老板 男人之间不能抱太久了 我鸡皮都要出来了 老板真是委屈死 杰瑞敏 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 这么久不联系还以为他死了吗 杰瑞敏笑嘻嘻地道 他才不会有事 一定比老板长寿 老板委屈 白担心了 他给杰瑞敏递了一杯啤酒 好奇地问他这次回来 是不是不再流浪了 毕竟以他的身份不可能一直流浪了 总要继承家业 杰瑞敏摇摇头 他家老头子凶猛的呢 他至少还能潇洒个十年 老板好笑道 那你干嘛回来 怎么不等十年后再回来 其实杰瑞敏也不想这么快回来 但是他最近在喝酒的时候 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传闻 说是皇帝的初恋带着孩子回帝国了 皇后很快就会被逐出皇宫生了 他想见证一下传闻是不是真的 就顺路回来看看 不过还没调查 就已经证实了 不过既然回来看 他准备待几天再走 老板脱塞看着他 他才不相信这家伙 因为什么传闻回来呢 不过他不想多说 他不问就是了 其实杰瑞敏是因为爱丽娅回来的 不过他想 爱丽娅应该已经不记得他了 杰瑞敏喝了口酒 想着 看来他也要紧快忘 皇后上午刚被官宣和皇帝离婚 下午就收到了去参加 私生子生日宴的邀请 此时公爵府的侍女们 正在为爱丽娅精心打扮 爱丽娅看着镜中的自己愣愣出神 记得在皇宫的时候 每次去宴会 都必须按照皇家规矩把头发盘起来 像现在这样散着头发 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突然房门声响起 原来是公爵来了 当他看到爱丽娅的瞬间顿住 大赞今天的爱丽娅真漂亮 爱丽娅笑着和父亲道歉 公爵问爱丽娅是不是准备出发了 其实公爵很想和爱丽娅一起去的 偏偏领地有事 他走不开 但他又非常担心爱丽娅一个人去 爱丽娅明白父亲的担忧 会心一笑 没事的 我去录个面就回来 公爵点点头 他已经给爱丽娅买好了离开的船票 他很快就可以离开这 再也不用和这些人有交集 爱丽娅正想询问父亲是哪天的票 却发现在聊下去就要迟到 他必须赶紧出发 爱丽娅连忙起身 和父亲说道 他要先走了 一切等他回来再继续 公爵微笑着答应 送爱丽娅上马车 很快爱丽娅来到了丽娜家族的侯爵府 他站在门前 心里五味杂沉 记得上次他还是和雷伊一起来过的这个烟尾亭 眼前不禁浮现 那天雷伊拉着他走上台阶的样子 爱丽娅重重的输了口气 真没想到他在离开帝国前 还会再次来到这里 这感觉真的很微妙呢 还是露一下面 就回家吧 听着侍从的通告 大家都知道爱丽娅到了 只是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皇后 而是公爵小姐 爱丽娅出现的瞬间 所有人都好似被按了暂停键 全场只有爱丽娅走路的声音 所有人都一动不动的注视着他 爱丽娅穿过人群走向宴会的主人候局 双方友好的打了个招呼 丽娅好似很兴奋的感谢爱丽娅的光临 爱丽娅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 看到丽娅的样子 对他的出席并不感到疑问 这意味着 给他发邀请函并不单单是侯爵的意思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爱丽娅不明白 丽娅让他来参加爱德的生日宴会 目的是什么 怕他伤害爱德吗 虽然他们的关系不亲密 但是彼此的人品还是知道的 他都和皇帝离红了 又怎会妨碍爱德的前程呢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爱丽娅的思绪 没想到皇帝居然也参加了这个宴会 爱丽娅礼貌的向皇帝行礼 皇帝惊讶的看着爱丽娅 你为什么在这里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面见丽娅猛然出现在她的中间 强行打断了她的话 她微笑的朝皇帝行礼 感谢皇帝出席爱德的生日派对 皇帝淡淡的回道 这是爱德在侯爵府和自己母亲一起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她应该来看看了 爱丽娅一会 为什么是和丽娅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丽娅不是很快就要成为皇后了吗 就在这时侯爵也走了过来 感谢皇帝参加爱德的生日派对 然而随着她的话音当落 爱丽娅注意到在场贵族视线都聚集在 她和雷伊和丽娅的身上 爱丽娅瞬间感到浑身难受 她知道她该离开了 她本以为雷伊为了丽娅的名声不再来 没想到她来了 那她变成了这里的无数之客 然而就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 丽娅却一把抓住了她 她拉着爱丽娅的手说道 克洛小姐 你怎么能这么快离开呢 你走了 我会很伤心的 明明要来到这里 我以为你是真心祝贺爱德生日快乐的 爱丽娅愣住了 虽然丽娅摆出一副很抱歉的表情 但是她并没有感受到丽娅的任何天意 因为她说的这些话都是在诋毁她的名声 她这是在告诉所有人 爱丽娅和皇帝离婚后 还假装若无其事的参加派对 其实内心无比尴尬 只想离开 爱丽娅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简直不敢相信 她和曾经认识的丽娅是同一个人 离婚的皇后被皇帝的白月光当众难堪 面对贵族们探究的视线 爱丽娅只想赶紧离开 丽娅却拉着她的手 开始查言查语 一边说着很抱歉 一边死命地诋毁她的名誉 面对这个陌生的丽娅 爱丽娅十分尴尬 丽娅见计谋得逞 开心急了 当即拍手微笑表示 希望爱丽娅能多待一会 她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美食 爱丽娅别无选择 只能答应留下 但她实在不明白 她已经不是皇后 丽娅为什么还要针对她 正当她还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皇帝却突然转身要离开 丽娅见状赶忙挽留 说陛下现在离开 爱德肯定会伤心的 就在皇帝准备离开时 丽娅的父亲抱着爱德走了过来 爱德高兴地喊着皇帝 飞奔过去 紧紧地抓住皇帝的手 让她陪丽娅跳舞 派对上 帅哥美女一起跳舞 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是已经离婚的前任 还有她的初恋 以及私生子 这关系可就错综复杂了 丽娅见爱德缠着皇帝 连忙上前假惺惺的 让她不要让皇帝为难 爱德听着丽娅的话 立刻露出了委屈的表情 带着哭腔说 她希望皇帝和她母亲一起跳舞 皇帝尴尬的没有出声 不知该如何拒绝 爱丽娅想默默地推到角落里 丽娅却急忙叫住了她 克洛小姐 如果您不介意 我想答应爱德的请求 可以吗 这些话让爱丽娅的脸色 微微有些沉重 她和雷伊已经离婚了 根本没必要征求她的意见 既然她想把自己牵扯进来 那就让她先行斩断关系 爱丽娅扬起笑容 对丽娅说 既然你执意为我意见 那我就回答你吧 陛下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丽娅小姐 你随意 皇帝听着爱丽娅的话 感到十分烦躁 武器的伸出手 邀请丽娅一起跳舞 丽娅开心的答应 两个俊男美女在舞池中天天起舞 周围人同情的目光纷纷射向爱丽娅 听着他们小声议论着自己 爱丽娅强忍悲伤 她不能让任何人看出她的尴尬和难 突然 一名男子伴跪在她眼前 微笑地邀请她和自己跳舞 爱丽娅一眼就认出来人 是她 那天在沙龙门前帮助自己的男人 一个陌生男子的出现 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大家议论纷纷 这是谁家的贵族子弟 长得真帅 皇帝也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 眼神充满了震惊 爱丽娅淡淡地瞥了眼他们 答应邀请 当离婚的皇后 受邀参加皇帝白月光 为私生子举办的生日派对 本想露面简单祝福一下 毕竟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仇恨 不曾想却遭到白月光的百般刁难 就在她觉得无比难堪的时候 杰瑞米出现了 她真诚地邀请爱丽娅和她跳舞 爱丽娅惊讶地看着这个和她跳舞的男子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给她解围了 杰瑞米踩着不慎熟练的步伐 和她解释 她其实不擅长跳舞 请爱丽娅谅解 爱丽娅看着这个坦率的男人 忍不住开玩笑道 跳得不好 那可不行 文言 杰瑞米瞬间慌张起来 其实还是会一点点的 爱丽娅看着这个坦率的 有点可爱的男人 扑的一声笑出了声 杰瑞米带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爱丽娅和她开玩笑 爱丽娅让她不用担心 她跳得很好的 伴随着音乐 两个人在舞池里跳舞 爱丽娅发现 这个男人刚刚是在谦虚 显然她跳得很好 她本以为这个男人 是来自东方王国的佣兵 但这个男人熟悉帝国礼仪和舞 现在看来 她绝不是一个佣兵 而且外貌上来看 她也不像是东方国的人 反而是黑发黑童的雷伊更像 爱丽娅顿了一下 她居然不自觉地又想起了雷伊 杰瑞米注意到了分神的爱丽娅 不禁打局 你居然在想其他事情 是因为我跳得不好吗 爱丽娅微微一愣 不自觉地问 你是谁 对于两次搭救自己的男人 爱丽娅很好奇 杰瑞米闻言装傻道 怎么是两次 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 爱丽娅暗想这家伙真会撒谎 看来是不想她知道她的身份 爱丽娅安静了下来 并不打算再探究 杰瑞米却好奇了 你怎么不继续问 爱丽娅不斥笑道 我可不喜欢拆穿别人 努力隐瞒的秘密 杰瑞米呆了一下 认真的说道 她并没有隐瞒 她只是希望爱丽娅能先认出她 爱丽娅愣住了 除了这两次 两人以前见过面吗 她刚想再问点什么 但音乐结束了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杰瑞米微笑着单膝跪地 在爱丽娅手臂轻轻落下一眼 这位美女能够和你共舞 是我的荣幸 下次如果有缘再见 秦米一定要认出我 爱丽娅很疑惑 这个人以前也帮助过自己吗 她到底是谁呢 爱丽娅失神地看着杰瑞米离开的背影 突然她目光撇到皇帝和丽娜 她走上前礼貌地向丽娜告别 这时突然一名侍从端着酒走过来 爱丽娅看着侍从手中的酒 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食物的味道 怀孕的爱丽娅瞬间感到一阵恶心 差点当场吐出来 但她想到之前医生的交代 之前留过一次产的她 必须格外小心 不能情绪过大 不能生气 也不能剧烈运动 爱丽娅看了眼雷伊 她不能在这里呕吐 晕倒 不然他们叫医生过来就麻烦了 爱丽娅强忍着恶心 面色苍白 雷伊摆脱了丽娜的纠缠 来到爱丽娅身边 看着脸色发白的爱丽娅 雷伊有些担心 离婚的皇后想带着未出生的宝宝离开帝国 却差点被皇帝发现她怀孕了 宴会上 食物的味道让爱丽娅感到十分难受 一阵阵的反胃让爱丽娅面色发白 皇帝看着很担心 焦急地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爱丽娅只觉得讽刺 雷伊竟然发现了她的异样 过去 她总是希望雷伊能多看看自己 可惜她一直冷漠相待 现在 她不需要了 她却突然来关心自己 想到这里 爱丽娅不禁又是一阵恶心 她强忍着呕吐的冲突 突然 有人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 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传来 她关切地问爱丽娅有没有事 爱丽娅刚要说她没事 结果一张口 便不小心干呕出声 爱丽娅敢往捂住嘴 想要离开 女人却用力抓住她的肩膀 好似很亲密地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但手上的力道却让爱丽娅十分难受 爱丽娅发现女人想要利用她 获取皇帝的关注 果然 她还什么都没说 那女人就微笑着向皇帝说 爱丽娅没事 让她放心 爱丽娅闻着女人身上飘来的特浓香水味 只觉得越发恶心 闭止不住地干呕起来 爱丽娅的异样引来了周围人的目光 有人提议去叫医生 女人还在假装亲密地要帮扶爱丽娅 忍无可忍 爱丽娅一把拍开女人冷漠地说道 夫人 我们很熟吗 女人文言尴尬地狡辩 她见爱丽娅不舒服 只是想要帮帮她而已 听着她的解释 爱丽娅的声音却更加冰冷 她质问女人 我又让你帮忙吗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却装作和我很熟的样子 莫名其妙 爱丽娅眼神冰冷树立地看向女人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走开 女人瞬间被爱丽娅的眼神震慑住 连忙为先前放肆的行为道歉 匆匆离开 端着水的丽娅从女人身边经过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女人离去的背离 随后患上笑脸把水递给皇帝 皇帝没有理会丽娅 她非常担心爱丽娅的身体状况 建议爱丽娅还是看一下医生 爱丽娅再三拒绝 再次和丽娅告别离开 这次丽娅没有再强行挽留她 爱丽娅给皇帝行了个礼 变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皇帝尴尬地举着手 想要再说点什么 侯爵服外 爱丽娅大口呼吸着外面新鲜空气 终于缓和了那股恶心的感觉 她真该听贺兰的 不要来参加宴会 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爱丽娅懊恼地叹了口气 朝马车走去 今天在贵族面前上演的狗血剧情 突发孕吐 每件事情都让她非常难看 唯一让她觉得庆幸的是 没人发现她怀孕了 只要孩子没事 其他的就随他们八卦去吧 这些她已经不在乎了 可是那个帮助她的男人到底是谁呢 多亏了她的帮助 她今天没有成为众人眼中 被皇帝抛弃的可怜女人 不过 听男人话里的意思是 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是她认错人 还是自己把她忘记了呢 爱丽娅站在马车前 出神地想着 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那个声音她在熟悉不过 是雷伊 爱丽娅转身 雷伊大步朝她走来 爱丽娅略微紧张地看向她 她这是发现了什么了 她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她为什么又要再次出现 离开派对的皇后正准备回家 却遇上了出来找她的皇帝 爱丽娅看着突然出现了皇帝 满是担心 生怕一不小心 怀孕的事情就暴露了 只好赶紧和她解释这几天太疲惫 犯了老毛病 不必担心 此时的爱丽娅只希望皇帝快点离开 皇帝好奇老毛病是什么病 爱丽娅健壮赶忙说道 她的肠胃一直不太好 最近又复发了 正在公爵府接受治疗 爱丽娅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完美 毕竟之前在皇宫 她经常犯胃病 雷伊也是知道的 应该不会对她的说辞有所怀疑 见解释得差不多了 爱丽娅准备离开 雷伊却叫住了她 爱丽娅拘谨地看着皇帝 雷伊健壮有些无奈 她告诉爱丽娅 这里除了她和自己没有别人 不需要这么拘谨 爱丽娅疏远而礼貌地 朝她俱乐的公道 她现在已经不是皇后了 即使没有旁人 该有地礼貌也不能少 皇帝看着爱丽娅对她的疏远 顿时觉得怒火中烧 她大步走近爱丽娅说道 好 既然你坚持 那我也应该配合你一下 说着她走到爱丽娅跟前 俯视着正在向她行礼的爱丽娅 克洛小姐 我命令你把头抬起来 爱丽娅不明白为什么 会是现在这个情况 雷伊明明没有任何理由对她发火 但她为什么一副 看上去很生气的样子 爱丽娅抬头看着皇帝 陛下 如果您没别的事情 我就先告辞了 雷伊被她的态度气得十分恼火 但是自己又不能拿爱丽娅怎么样 明明是爱丽娅先提出的离婚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 皇帝言语中的亲力让爱丽娅一惊 他们已经离婚了 难道雷伊还希望她像以前那样 以朋友的身份留在她身边吗 她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对雷伊了 她从来没有把雷伊当朋友 他们的关系一直都是靠着 她对雷伊的单恋为止的 现在死心了 他们之间就再无任何关系 爱丽娅淡淡地看着皇帝 陛下 我只是在遵守贵族小姐的礼仪 皇帝听着露出了自嘲的表情 讽刺道 我之前竟然不知道你如此一言举言 难道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吗 还和今天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共舞 然而她话还没说完 爱丽娅严肃地出声打断了她 爱丽娅告诉她 她再说一句 就是在对她的侮辱 雷伊一震 一时说不出话来 但是她又很不甘心 紧了紧拳头 还是问了今天和爱丽娅跳舞的男人到底是谁 爱丽娅文言不禁笑了 她看着雷伊 陛下很关心那个男人的身份吗 陛下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没话可说 虽然她不知道雷伊为什么对那个男人这么执着 但是显而易见 雷伊对她有敌意 那种感觉好像是嫉妒 这个结论让爱丽娅感到不可思议 可能是今天经历了太多 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爱丽娅再次和皇帝说再见 这一次 她终于坐上马车走了 留下皇帝一个人 神情复杂 回家的路上 爱丽娅不停地提醒自己 醒醒 千万别多想 雷伊怎么可能嫉妒 她根本不爱你 如果不是听说爱丽娅离婚了 杰瑞米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到帝国 杰瑞米站在多罗伊特公爵府门前 看着这个称之为家的地方 时隔多年 她还是无法喜欢这里 杰瑞米叹口气 朝府中走去 一进门便看到再次等候多时的管家 管家好似一直在此等他回家 杰瑞米不禁好奇道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休息 难道怕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吗 管家听了笑道 公子难得回来一次 当然要好好服侍您 杰瑞米尴尬地叹了口气 总感觉管家话里有话 他们边聊边走 很快来到一座雕像面前 那是象征多罗伊特公爵家的黑豹 初代皇帝曾经像帮助过自己创建帝国的功臣 共享过自己的血液 并承诺 只要他们的家族一直效忠皇室 那么他们的子孙也会成为皇帝的忠臣 他们子嗣出生的时候身上也会带有皇族象征的专属颜色 然而作为多罗伊特公爵继承人的他 身上却没有一点皇族的颜色 为此他的父亲 一直觉得他是家族的耻辱 想到这里 杰瑞米不禁暗叹 新皇登基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多罗伊特家族一起灭了呢 眼前的雕塑对于杰瑞米来说 承载了太多痛苦的回忆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他一定不走正门进来 管家见杰瑞米看着雕像出神 猜到他肯定又想起那些不愉快的过往了 不禁出声打断他的沉思 问他要不要洗澡 他去给他准备洗澡水 杰瑞米在外多年 已经习惯了凡事亲力亲为 他拒绝了管家的服饰 让他早点回去休息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却传来刺耳的声音 他讽刺着杰瑞米身为多罗伊特公爵家的后女 行为举止却向足了贱民 杰瑞米瞥了眼来人 他果然不该走正门的 果然没好事 杰瑞米深吸了一口气道 我没想到您还没睡 祝您好梦公爵阁下 公爵听着他的话怒火 瞬间蹭蹭地往上涨 他朝杰瑞米怒吼 你是不是疯了 居然敢偷我的邀请函去参加派对 万一你的身份曝光 你知道会给家族带来多大的耻辱吗 杰瑞米听着他的怒喊 摇着头无所谓地说道 公爵府的名声早就一落千丈了 我这点小事 应该算不上什么耻辱吧 说完不等公爵出声 杰瑞米突然扑斥笑了 邀请函我可不是偷的 本来就是属于我 父亲 您这火发的 可真让人伤心呢 不过 您也不用担心 多亏您的隐瞒 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是多罗伊特的子孙 没什么事 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毕竟您要身体一直这么硬朗 我才不会有那个机会得到您的爵位 杰瑞米说完便不再理会公爵 头也不回地朝房间走去 隐约间还能听到公爵的怒骂声 杰瑞米回到房间 心情简直糟糕透了 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无法斩断这场孽缘 就算他放弃自己的生日 公爵也不可能放弃自己唯一的继承人 即使他骂他是念子 被诅咒的孩子 但他更不能容忍公爵断子角色 杰瑞米无力地倒在床上 透过窗户看着那轮满月 又让他想起了艾莉亚 银色发丝 神秘的紫色双眸 记忆中的他的微笑像花一样美丽 他是唯一一个夸赞他眼睛像宝石一样漂亮的人 也是他让他黑白的人生中有了一点光 他一直希望艾莉亚幸福 但是他离婚了 他今天去派对 其实就是为了看一眼艾莉亚 昨天他在府里听到侯爵府邀请艾莉亚出席派对 就是为了引起骚乱 让艾莉亚难堪 同时也让所有人知道 皇帝离婚了 丽娜即将成为皇后 他的孩子即将成为皇子 公爵觉得此事对家族有利 让人回复了侯爵参加派对邀请 杰瑞米想到今天在派对上 艾莉亚静静地看着皇帝牵着别的女人离开 杰瑞米能感觉到其实皇帝还是很在意艾莉亚的 皇帝会一直生活在这里 他也早已忘记了自己 今天皇帝瞪着他的眼神也很危险 万一身份暴露 他将永远无法离开地魔 看来他还是不能多管闲事 皇帝让人调查私生子的事情 终于有了消息 丽娜确实是在西王国生下的孩子 为此侯爵家族还特意派了产婆去西王国 孩子出生之后 就被暗中送到了其他地方 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自从孩子离开皇宫 就杳无音信了 皇帝皱着没看完信件 杳无音讯 四个字让皇帝察觉到了事情的不简单 他烧掉信后 写信让手下继续调查 侯爵是什么时候开始抚养孩子的 另一边 艾莉亚昨天心情复杂 回来直接就睡了 今天他要和父亲商量一下去伦特王国的事 此时的艾莉亚站在门口 刚要敲门 却被里面传来的对话吸引 最近侯爵暗中拉拢了很多贵族 为了让丽娜登上后卫 不过皇帝一直没有表态 秘书问公爵还要不要继续监视侯爵 公爵扶了下难受的额头 让他不用理 反正他也管不了 多罗伊特公爵那边怎么样 艾莉亚有些惊讶 父亲提起的多罗伊特公爵家族 是唯一从帝国初期延续至今的贵族 虽然他们曾经支持前皇太子 但是鉴于他们是初代皇帝认定的忠臣家族 雷一当时没有斩草出根 秘书表示多罗伊特公爵那边没什么动静 一直不见人影 甚至还有传闻 声称继承人公子早就死了 公爵却觉得不可能 多罗伊特公爵非常重视家族命脉 他一定把唯一的继承人藏起来了 公爵叮嘱秘书继续关注他们的动态 说不准哪天就要改变态度了 秘书离开 却撞见了门口偷听的艾莉亚 艾莉亚尴尬的和他寒暄了一下 进去找公爵 公爵让艾莉亚先坐下 并端给他一杯茶 他听说昨晚艾莉亚回到宅邸 直接就睡了 皇帝也参加了派对 艾莉亚好奇公爵怎么知道的 公爵喝了口茶说道 皇帝的消息总是能传得很快 你昨天一个人很尴尬吧 我应该和你一起去的 艾莉亚知道父亲 为昨天没能陪在他身边难过 艾莉亚笑笑表示没关系的 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到陛下 他想告诉公爵都结束了 昨天的事 他已经不在意了 然而他的脑海中 又不自觉地浮现出雷伊的声音 艾莉亚努力让自己清醒点 他不能再想起雷伊了 艾莉亚问公爵具体什么时候 他才能出发去伦特王国 公爵告诉艾莉亚 最近海域治安不好 他找到个大型商团 他们刚好也要去伦特王国 到时候艾莉亚随他们一起出发 时间定在两天后 艾莉亚愣住了 虽然他想尽快离开 但也没想到会是两天后 公爵知道时间有点赶 但是跟大型商团一起比较安全 而且继续推迟延期日程 艾莉亚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 到时候可能会瞒不住怀孕的事情 这种离别来的有点突然 艾莉亚想到他离开这里后 父亲会在这里孤独一生 独自抚养孩子绝非一世 一想到孩子 艾莉亚的心立刻坚定了下来 是的 作为女人 独自在他乡抚养孩子 一定非常艰苦 但他会付出她的全部 无论如何 他都要守护她的孩子 还有两天时间 公爵让他提前准备好 艾莉亚抚摸着肚子说道 好的 他知道他不能再动摇 不能继续软弱 他要保护自己 还有肚子里面的孩子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办公室里莉娜的父亲 四傲四侯爵来求见皇帝 皇帝见他愁愁半天 要说不说的样子 直到他来此 肯定有事相求 便让他开门见山 直接说 他还有很多国事要忙 四傲四侯爵听着尴尬的丹妻下位 请求皇帝册封丽娜为皇后 上一秒皇帝刚和皇后离婚 下一秒丽娜的父亲 四傲四侯爵就杀到了皇帝的办公室 逼迫皇帝迎娶丽娜为皇后 面对侯爵的咄咄逼人 皇帝怒不可遏 他还未正式宣布艾德加入皇籍 侯爵已经开始谋划 让艾德当皇帝的继承人了 皇后才刚离宫不久 就开始来逼迫他册封新皇后 面对皇帝的怒火 侯爵也知道自己心急了 其实他也知道今天不会有结果的 但是他就是想来表达一下 他不会轻易放弃让丽娜成为皇后的想法 但他也没想到皇帝会如此愤怒 皇帝警告侯爵 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自己面前如此放肆 再有下次他也不必留了 打发掉侯爵后 雷伊无力的摊在椅子上 其实他也知道皇后之位不能空缺太久 丽娜也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 而且艾丽娅已经有了新欢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想到艾丽娅身边会有其他男人 他就觉得很烦躁 他一直都理所当然的觉得 艾丽娅是爱她的 毕竟她曾经是她唯一的男人 雷伊烦躁的想着 也许是太习惯身边有艾丽娅的日子了 如今她不在身边 她才如此烦躁 另一边 艾丽娅和贺兰外出奔波一天 为离开做准备 艾丽娅回到家疲惫的坐在沙发上 贺兰十分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想叫医生过来为她诊治 艾丽娅舒口气 让她不必担心 她没事 她现在想知道皇室宣布艾德入皇集了你 贺兰表示今天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艾丽娅让贺兰先退下 那天在宴会上见到雷伊 她还以为她已经做好了决定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她离开之前 不用再听到任何关于丽娜和艾德进宫的消息 想到这里艾丽娅温柔的抚摸着肚子 宝贝 我们终于可以悄悄的离开了 彼时 四傲丝猴绝腐 艾德正在开心的玩耍 丽娜让她过来该睡觉了 艾德听话的马上上床躺好 丽娜神情严肃的问艾德 今天是不是没听李仪老师的话 艾德不安的说 她觉得李仪太难学了 丽娜告诉她 再难也要学 要听老师的话 艾德答应 丽娜温柔的给她念起来睡前故事 艾德熟睡后 丽娜温柔的抚摸着艾德的头发 艾德除了眼瞳和头发是黑色的 其他地方都很像她 也幸好长得像她 毕竟她的父亲已经死了 丽娜低头给艾德问安稳 她一定会让艾德成为皇帝呢 丽娜离开艾德房间 却在门口遇见她的弟弟李昂 李昂是个性格自由奔放 不喜欢受身份拘泥的人 她从小便放弃了家族的继承权 周游大陆各地 丽娜奇怪 李昂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 亮表示她回来看看她侄子 丽娜讽刺道 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艾德 既然这么关心 为什么没看到你参加生日派对呢 李昂耸肩道 她是个不懂礼法的人 就不去给家族丢人吗 为了高贵优雅的姐姐 她心甘情愿成为影子 丽娜不想和她争执 转身准备离开 不过李昂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顿着了 她质问丽娜 艾德真的是皇帝的孩子吗 李昂怀疑姐姐的孩子不是皇帝的 毕竟她七年前的恋人明明不是皇帝 丽娜文言一把揪住李昂的衣领 把她狠狠地推到墙上 命令她闭嘴 李昂没有权力侮辱她 别人怎么想 怎么怀疑她不管 但是李昂不行 在她放下所有责任 追随那该死的自由 离开家族的时候 是她在为家族默默牺牲 说到这里 丽娜已经面目争鸣 她恶狠狠地盯着李昂 如果你再敢侮辱我和艾德 就算你是我弟弟 我也会直接杀了你 说完一把甩开李昂 李昂劝丽娜不要走错路 她只希望丽娜永远平安 丽娜让她管好自己的嘴巴 她就不会有事 两天后 到了艾丽娜离开的日子 贺兰看着艾丽娜少的可怜的性命 不禁担忧只带着点 真的可以吗 艾丽娜安慰她 行为不多 但她带了一些珠宝 应该够她们买一座小房子了 贺兰听到小房子 很是惊讶 再怎么说小姐也是贵族 怎么能住那种地方 艾丽娜告诉贺兰 在那里她想当个普通人 一个绝对不会引起他人关注的平民 至于辛苦辛苦什么的 只要为了孩子 她都是可以接受的 看着信心十足的艾丽娜 贺兰也变得信心满满 她一定会全力帮助小姐的 不疑会 侍从来报 可以出发了 艾丽娜贺兰两人从房间出来 准备下楼和公爵辞行出发 艾丽娜看着在楼下默默等待她的父亲 心中不免有些难过 母亲去世后 她还是第一次离开父亲去那么远的地方 今日一别 不知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想到这里 艾丽娜再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悲伤 她一把扑进父亲的环领 紧紧的抱住父亲 诉说着对父亲的爱和不舍 公爵轻柔的拍了拍女儿的后背告诉她 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她 不要自己扛 还有她也很爱艾丽娜 希望艾丽娜一定要保重自己 艾丽娜和众人一一告别后 带着贺兰朝门外的马车走去 宫殿内 艾德开心的吃着三明治 丽娜一脸宠溢的摸了摸她的头 让她别吃太多 艾德一脸满足问 丽娜和皇帝怎么不吃 丽娜表示自己不想吃 皇帝在沉思什么没有回答 艾德无措地看着皇帝 一会又看看丽娜 丽娜见状安抚着艾德 随后提醒皇帝 艾德让她尝尝这个曲奇 反应过来的雷伊和她说道 她不吃 让艾德多吃点 艾德开心的满口答应 皇帝看着艾德至难的童年 心情却很是低落 如果她和艾丽娜的孩子还活着 应该也会很可爱 虽然不知道那个孩子的性别 但是应该帅帅的 长得像艾丽娜 想到这里 皇帝瞬间瞪大双眼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起 那个死去的孩子 而且还希望那个孩子长得像艾丽娜 她真是疯了 雷伊甩了甩头 想让自己不再想艾丽娜 可是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艾丽娜 离婚的皇帝 还不知道艾丽娜已经启程离开帝国 此时的她还在和丽娜母子二人悠闲地 享受着下午茶 只是不知为什么 她的脑子里全是艾丽娜 一想起艾丽娜面无表情说出的那句 我和陛下 无话可说 心里就一阵刺痛 丽娜见她面色难看 立马紧张地问她怎么了 是不是有心事 如果皇帝今天政务繁忙 他们可以先回去的 雷伊表示没关系 她叫他们过来是有话要说 皇帝摆摆手让人先带艾德下去 丽娜见皇帝支开艾德 知道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和她说 果然皇帝问她 丽娜 那天是谁邀请艾丽娜参加派对的 丽娜听到皇帝的问话 瞬间顿了一下 垂下眼一脸难过的说道 您心里应该早就有答案了 何必还要问我 见皇帝看着她 不作声 又继续道 如果我说不是我邀请的 您会信吗 皇帝沉默着 丽娜不禁感慨 雷伊真的变了好多 如果是以前 即使她说谎了 雷伊都会相信她的 但是现在 即使她说真话 雷伊也会怀疑她 说到这里 丽娜委屈的低下头 与其悲伤的说 看来七年确实太久了 皇帝听着不禁皱美访问她 说的这些 跟派对的是有关系吗 丽娜见雷伊不入头 又自顾自来了一波深情告白 说 她和过去一样 还爱着雷伊 每时每刻都在 所以才会冒死生下孩子 因为这是皇帝的孩子 她明知道 自己永远也回不到地步 还是想守住 和陛下的唯一羁绊 当她奇迹般的回到帝国 也没奢望皇帝会欢迎她 但她没想到皇帝 居然怀疑她的真心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 但她一直坚信 皇帝会理解 她这段时间的付出 但现在看来 都是她的一厢情愿 说到这里 表情非常到位地哭了起来 皇帝果然有些动容了 才柔声表示 自己并不是想追究丽娜的责任 只是想提醒她 爱丽娜和她已经离婚了 由她出席的场合 不要再邀请爱丽娜 丽娜面上还在哭泣 但听着雷伊变得温柔的声音 也放心了下来 她知道雷伊 不会再追究派对的事情 但她和过去还是不一样了 她不会再为她擦眼泪 也不会再细心安慰她 丽娜自行擦去泪水 狡辩道 那天派对的事情 确实在她意料之外 她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不过以后也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了 皇帝疑惑的问她什么意思 丽娜如实相告 听说爱丽娜小姐在准备远行 皇帝瞬间握紧了拳头 脸色也沉了下来 丽娜点点头说 她偶然听是你们聊天说的 爱丽娜准备了长时间的远行 很长时间不会回来了 说到这里她又低下了头 继续狡辩了一番 虽然派对事情是她父亲安排的 但确实也是她疏忽了 她当时没有控制好情绪 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见她自责不已的样子 皇帝摇头示意她不用在意 她不是要责怪她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她可以带爱德离开了 丽娜离开后 雷伊脸色瞬间变得十分忧伤 她又开始想爱丽娅了 爱丽娅要去远行 她要去哪里呢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吗 她打算离开多久呢 皇帝后悔和皇后离婚了 丽娜离开后 宫殿里只剩她一人 再也没有爱丽娅的陪伴 雷伊表情看起来有些委屈 爱丽娅要去远行了 她要去哪里 去多久 她还会回来吗 皇帝强迫自己不要再想了 这一切都跟自己没关系了 但是为何心里总是隐隐不安呢 如果她想再去挽留爱丽娅 让她不要离开自己还来得及吗 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作为多年的朋友 她也没有资格挽留 而且爱丽娅说过 没有把她当成朋友 记得当初她向爱丽娅提结婚的时候 她说的话自己到今天都忘不了 陛下 即使您不爱我 我也可以接受 我只是希望您一直幸福 因为您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皇帝不禁反思 自己真的只想跟爱丽娅做朋友吗 就在这时侍从提醒皇帝 时间不早了该就起了 皇帝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坐在这餐厅里 想了爱丽娅一个晚上 另一边 爱德笑容满面地奔向丽娅 却遭到了丽娅严厉的训斥 爱德 李老师没教过你 不能乱跑吗 爱德洋溢笑容的表情瞬间顿住 低声说道 老师有教过 丽娅态度强硬地要求爱德重新行李 爱德不满地撅嘴 随后认真地对着丽娅行李 丽娅眉头紧重 她觉得爱德的李姨姿势不过关 她找来爱德的李姨老师质问 她是怎么教爱德的 李姨老师尴尬地表示爱德年龄尚幼 在同龄人中算是很优秀的 而且刚刚学习礼法 也需要一个习惯的过程 丽娅愤怒地怒怼李姨老师 她要的是完美 不是优秀 爱德即将成为皇子 是不能有缺点的 李姨老师见状连忙恭敬行李 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的 丽娅冷漠表示 不需要了 今天就是她给爱德最后一次上课 李姨老师愣住了 简直无法相信 她就这样被炒掉了 丽娅不客气地指出 她的要求太低 不配成为爱德的老师 她要重新聘请能够胜任的老师 说完转身离开 李姨老师见状想要拦住丽娅再争取一下 却被侍女一把拉住 面色不善的 请她离开 这个侍女的力气非常大 被她紧紧抓着 动弹不得 李姨老师面色变得十分难堪 最后在她冰冷的注视下 只能乖乖屈服离开 老师离开后 丽娅看着爱德 郑重告诉她 她马上就要成为帝国的皇子 以后就要在皇宫生活了 以后不可以再撒娇 要向皇帝学习 做个稳重坚强的人 才能获得皇帝的喜欢 长大以后才能成为皇帝 说了一通话后 爱德乖乖答应丽娅的所有要求 这时 打发完老师离开的侍女回来了 她向丽娅禀报 刚刚已给了一笔封口费 给李姨老师 并且已警告过 她不要在外面胡说八道 还有 听管家说 李昂少爷离开了 今早出发的 管家也是刚发现 丽娅回忆着 李昂昨晚和她说的话 希望她平安 希望她不要走错路 她离开前 留了一封信给丽娅 大概内容是她走了 这一次离开 便再也不会回来 这么多年 让丽娅独自背负那么多 真的非常对不起 丽娅沉默着看完信件 有一丝难过 但也释然 她知道李昂离开是对的 她太善良了 根本不适合 留在斯奥斯家族 离开这里 便不用参与到 这些肮脏的事情中来 丽娅面无表情的将信 扔进炉中焚烧 虽然有些许难过 但这个家族 不会给她这个时间 没一会 侯爵推门而入 她激动地告诉丽娅 皇室的公文下来了 宣布将爱德加入皇籍 皇帝让爱德成为皇子 却拒绝丽娅成为皇后 侯爵对此胆道十分不满 表示她一定会联合 其他皇族给皇帝施压 丽娜看着公文上 只出现爱德的名字 皱了下眉 让是女带爱德先出去 随后一脸疲惫地 坐在沙发上 她早就告诉公爵 会是这个结果的了 皇帝还没有彻底 放下爱丽娅 虽然她自己 并没有认清这个事实 侯爵对此还是愤愤不平 她不在意皇帝怎么想 她只知道丽娜 一定要成为皇后 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 那个谋取皇位的计划 丽娜语气平淡地告诉侯爵 就算她不是皇后 也不会影响这个计划 毕竟皇帝已经承认了 爱德的身份 这就是成功的一半 侯爵对此却表示不赞同 只要丽娜不是皇后 就会有变数发生 有可能别的贵族小姐 会成为皇后 并为皇帝诞下皇子 那样爱德就不是唯一的皇子了 再者 虽然克洛小姐 现在离开了皇宫 但是万一以后 她又想重新夺回后卫了 丽娜不耐烦地皱眉 打断父亲 克洛小姐不会再回来了 她已经放下一切离开了帝国 具体去了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清楚 侯爵闻言愣住 随后眼中瞬间涌出了兴奋的光芒 丽娜的意思是 她再也不回来 侯爵激动地一把抓住丽娜 急切地叮嘱她 无论如何都要再次俘获皇帝的心 她必须要成为皇后 面对这样急功近利的父亲 丽娜心底一阵恶心 她不客气地拍开侯爵的手 在侯爵错愕的目光中 冷漠地表示 皇帝那边自己会看着慢 父亲有时间的话 还是多想想怎样 让爱德获得更多支持吧 丽娜的态度 让侯爵感到十分生气 她不悦地叫住丽娜 面对这样的父亲 丽娜心底只觉得恶寒 她不想再和她多说 转身继续离开 只留下淡淡一句 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大业 另一边 此时的皇帝陷入了噩梦 她梦到了皇太子 杀死自己母亲的那一天 她不顾一切地 想要阻止皇太子 皇太子甚至想要 连她也一并出去 是爱丽娅挺身而出拯救了她 但她母亲还是被判了死刑 她甚至都没能为母亲收尸 也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这一辈子都在为她牺牲 就连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是如此悲惨 那时候只有爱丽娅陪在她身边 和她一起承受痛苦 从那天起 她就下定决心 她要变得强大 绝对不再失去身边所爱之人 皇太子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她都会夺过来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 她都要守护身边的人 雷一惊恐地从噩梦中惊醒 她喘着粗气 急躁地拉着铃铛声一阵猛谣 侍从官急忙进来 雷一让她给自己倒杯水 侍从官赶忙倒杯水放桌上 雷一拿起桌上的杯子 咕咚咕咚地喝着水 侍从官见状问 她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她去给皇帝拿安眠药 雷一喝完一杯水 缓和了一下说 不用了 其实她知道 这种时候安眠药对她已经没有效果了 这种时候 如果爱丽娅再该多好 她居然又想起了爱丽娅 看来今晚是睡不着了 雷一想出去走走散散心 不知不觉的 她走到了她母亲曾经的寝宫 看着多年无人居住的宫殿 居然生机盎然 十分干净 雷一满脸错愕 她转身询问 侍从官这些年来 谁在打理这个宫殿 侍从官有些犹豫要不要说 最后还是告诉她 一直以来都是皇后在亲自打理这里 雷一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 心跳跟着漏跳了半拍 是爱丽娅 那个每次她难过 都会陪在她身边的爱丽娅 皇帝终于意识到 自己深深地爱着前皇后 然而她的爱终究是来得太迟 幼年时代 爱丽娅总像天上那颗星星一样 默默陪在她身边 以前母亲也很疼爱爱丽娅 如果她没有遇到先帝 至少不会这么悲惨地死去 母亲去世后 她曾发誓要变得强大 守护身边所爱之人 如今她成了皇帝 也为母亲报了仇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觉得如此空虚呢 好似什么重要的东西离她远去了 夜晚的风带着些许的寒意 侍从官建议她回宫休息 但雷伊还想去母亲的宫殿走走 雷伊看着这多年来 被爱丽娅悉心打理的宫殿 气感动又懊悔 连她这个作为人家儿子的 都不曾想过来打理这里 而爱丽娅却默默地为她坐了 雷伊让众人在外面等候 她缓缓走入店内 看着这熟悉的地方 脑海中不禁想起母亲去世那回 只有爱丽娅默默地陪伴着她 陪她一起悲伤 陪她一起哭泣 雷伊觉得自己真是快疯了 明明出来散心 是想忘掉爱丽娅的 可是不知不觉来到这里 这座宫殿每一个角落 都装满了他们的回忆 一阵微风顺着 未观的窗户吹了进来 带进一片落叶 雷伊看着脚边的落叶 不禁疑惑 周围如此荒凉 哪里来的绿叶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 飞速地奔向庭院 眼前的场景让她震惊 她看到庭院里 生间盎然的树 瞬间明白了一切 能让这棵枯死的树 重新活过来的只有爱丽娅 她知道爱丽娅 有一种神秘的植物附生能力 记得小时候 她经常和爱丽娅 在庭院中玩耍 那时的她告诉爱丽娅 这棵树是母亲 在她出生的时候 为她种下的 刻有她名字的 祈求健康之树 母亲每天都精心照顾树 生怕树生病了 她也会生病 当时爱丽娅听了 还郑重地表示 以后她也要帮母亲 一起搭理 绝不会让树生病 她不想雷伊生病 明明是青梅竹马的两人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的结局 脑海里闪现出 爱丽娅伤心欲绝的画面 她哭着和她说 因为你是雷伊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男人 所以我曾幻想和你共度一生 虽然我知道你根本不爱我 还是自欺欺人 雷伊感到心脏一阵脚痛 眼里涌出泪影 其实她一直都知道 爱丽娅有多爱她 即使她从来都不说 但她的一举一动 都带着对她的浓浓爱意 她明明知道一切 却假装毫不知情 她觉得既然两人 已经成为夫妻 平平淡淡度过一生也挺好的 她自信地相信着 爱丽娅会永远爱她 无论她做了什么 爱丽娅都会像星星一样陪着她 她真是太傻了 到现在才明白 其实她一直也深深地爱着爱丽娅 她放不下爱丽娅 想到这里雷伊以然气不成声 她要去挽留爱丽娅 无论爱丽娅是骂她也好 恨她也罢 她只想留住她 雷伊快马加鞭前往公爵府 公爵府门前 正在打瞌睡的守卫 瞬间被皇帝的盗来惊醒 皇帝让她传话 她要见爱丽娅 公爵快速穿戴好后 出来拜见皇帝 雷伊先为这么晚来 打扰公爵休息 向公爵表示歉意 随后便开始四处张望 寻找爱丽娅的身影 但却始终没有看到爱丽娅的出现 按理说她这么大的动静 爱丽娅应该是能听到的 可是她却不出现 是不想见到她 所以故意不下来吗 雷伊看着公爵 不禁想起公爵之前对她的质问 她说过会让爱丽娅幸福的 可是她没有遵守承诺 她没能让爱丽娅幸福 但她现在知道错了 她告诉公爵 她来见爱丽娅 她有话和她说 公爵皱了下眉 冷淡地拒绝 您现在不能见爱丽娅 雷伊知道她伤害了爱丽娅 公爵现在不待见她 但她还是诚恳地拜托公爵 让她见爱丽娅一面 她现在已经知道 自己对爱丽娅的感情了 公爵听着她说感情 却好似听了个笑话 雷伊说她只是习惯了 爱丽娅对她的爱 所以忽视了自己的真心 但她现在知道了 她也是挨着爱丽娅的 她不能没有她 公爵冷笑一声 不好意思 陛下 就算您这么说也见不到她 爱丽娅现在不在宅邸 她已经离开了帝国 雷伊之前听丽娅说过 爱丽娅要去远行 但她没想到会这么快出发 她有些失望地问公爵 爱丽娅什么时候回来 去了哪里 公爵皱着眉头淡淡开口 陛下 爱丽娅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不是远行 而是永远离开了这里 雷伊终于意识到 自己深深地爱着爱丽娅 然而她的爱终究是来得太迟 此时的爱丽娅已经离开帝国 公爵皱眉告诉皇帝 爱丽娅再也不会回帝国 无论此刻的雷伊是多么震惊 多么懊悔 也唤不回早已离去的爱丽娅 她脸上闪过狠力 愤怒地朝公爵咆哮 质问公爵爱丽娅去哪里了 然而公爵雅却面无表情地 打碎皇帝的幻想 她告诉皇帝 她不知道爱丽娅去了哪里 她不希望任何人去找她 尤其是皇帝 这对于他们都是最好的结果 雷伊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发生到这个地步 公爵不禁好奇问皇帝 您觉得现在还能为他做什么 今天是您的私生子 正式成为皇子的日子吧 您忍心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抚养您的私生子吗 面对公爵的质问 皇帝淡淡地表示 那个命令他可以马上撤回 公爵不置可否 即使没有册封爱德为皇子 也改变不了 他是皇帝亲生儿子的事实 何况现在全国上下 都知道了爱德的真实身份 而且皇族之间为了争夺皇位 手足相残 这种事情也很常见 她相信皇帝应该很清楚 如果爱丽亚回到陛下身边 然后生出皇子 日后皇宫必定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皇帝沉默了 他知道公爵说的都是事实 他无法反驳 公爵见状继续劝皇帝 为了所有人放下这份感情 他会当今日从未见过皇帝 也从未听过刚刚所说的那些话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请您回去吧 皇帝不甘心地握紧了拳头 此时正在行驶的商船上 爱丽亚站在甲板上 欣赏着海上的夜景 从未见过的景色 让他心情变得十分愉悦 贺兰见船上风比较大 担心他着凉 劝他进船舱休息 万一感冒就不好了 爱丽亚敷了敷头发笑道 他想再吹吹风 贺兰可以先去休息 贺兰无奈只能表示 他先回去给小姐铺床 并叮嘱她早点回屋 甲板上只剩爱丽亚一个人后 看着远处的星光 爱丽亚的思绪慢慢飘远 虽然他在父亲面前信誓旦旦 但心里难免还有几分顾虑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放下身份离开帝国 爱丽亚温柔的摸摸肚子 他知道他必须要坚强 他要和宝宝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今晚的夜空很美 不自觉的又让他想起 和雷一起看星星的时光 今天又看到那颗熟悉的星星了 每次看到这颗最亮的星星 他都忍不住想起雷 雷一看到这颗星星会想起他吗 爱丽亚略微惆怅的想着 突然猛的回过神 顿住了 他不能再想起雷一 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一切都结束了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男生从身后传来 爱丽亚转身的瞬间愣住 他是宴会上帮助自己的男士 爱丽亚终于成功带球逃离了渣男皇帝 此时爱丽亚已成功搭上 前往伦特王国的商船 并且在船上再次遇见 几次三番帮助他的男子 杰瑞米笑着和他打招呼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地方相遇 克洛小姐 爱丽亚有些疑惑的 看着眼前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子 那天他穿着高级礼服 他还以为他出身贵族 可如今这般装扮 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介平民吗 回过神的爱丽亚礼貌的说着 原来你知道我的身份 可是我却不知你的身份 杰瑞米想到两人见面这么多次 却未曾正式介绍过自己 脸上飘过一丝尴尬 随后连忙绅士的单膝跪地 在爱丽亚手背轻轻落下一吻 小姐 我叫杰瑞米 爱丽亚有些猜不透眼前的男人 他只报名字不报姓氏 这是平民的习惯 但是他的武姿和行为举止 都像贵族一样优雅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爱丽亚 杰瑞米绝对不会是普通平民 但他不说 爱丽亚也不会深究 两人一边吹着海风 欣赏着美丽的星空 一边随意地聊着天 杰瑞米得知爱丽亚要前往伦特王国 便告诉他 伦特王国是个很适合定居的国家 虽然是小国 但他的治安良好 百姓来往也惊切好客 他肯定能在此拥有一段愉快的经历 爱丽亚被说得心生向往 但从未有过远行的他 心中难免有私惆怅 杰瑞米忽然指着天上的一颗星星问爱丽亚 可知这是什么星 爱丽亚看着天上的星星 淡淡的道 他叫斯泰拉 寓意是星光 杰瑞米告诉爱丽亚 帝国人称他为斯泰拉 但伦特王国的人们称他为阿基欧迪塔 是神圣的星星 伦特王国的人们相信 这颗星星能够实现他们的心愿 看着还是不胜开心的爱丽亚 杰瑞米提议让他许个愿试试 说不定愿望就实现了呢 爱丽亚看着天上的星星 突然觉得很奇妙 明明是同一颗星星 却在不同的地方 被赋予不同的名字 好似一切都是全新的 那么是否他也能有个全新的开始呢 带着些许期许 爱丽亚默默在心底许下愿望 他希望自己可以在伦特王国和孩子幸福地生活 六年后 一座小镇的花店里 粉头版本的爱丽亚正心情愉悦地给花浇水 一个小男孩大声喊着妈妈 朝他飞奔而来 爱丽亚笑容满面地换着小孩 卡莱尔 离婚的皇后离开帝国已经六年了 这六年里 他在伦特王国的小镇上开了佳花店 生意火爆 街坊邻里都很喜欢他 因为他对植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治愈能力 大家都很喜欢送植物来他这里养护 即使枯萎的花草 一到他这里 很快就能恢复生机 爱丽亚还发现这个能力比想象中还要厉害 不但可以让已经枯萎的植物起死回生 进化土壤 使之变得更肥沃 还能这种基础上操纵植物 他的能力简直堪比高级魔法师了 一阵寒暄过后 大神说了一下今天的来意 原来他今天除了来给爱丽亚送面包 还有就是受女儿所托 前来拜托爱丽亚 给他在调制一瓶之前 送他的波图哑花香水 他女儿很喜欢那个味道 爱丽亚点头答应 表示明天给他送过去 大神想要给钱 却被爱丽亚拦了回去 爱丽亚告诉他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不谈钱 大神觉得香水太贵 不付钱不合适 想要拒绝 却被爱丽亚微笑着拦住 避免他尴尬 爱丽亚又赶忙表示 实在过意不去 可以给他多送几个面包 两人约定好时间后 大神道别离开 不远处一个小男孩 一边喊着妈妈 一边飞快朝着他跑来 来人是卡莱尔 他和皇帝的孩子 爱丽亚一把将他抱在怀中 自离开帝国 他在伦特王国定居六年了 卡莱尔兴奋地告诉爱丽亚 今天他见到坤叔叔了 他送了一艘船母给他 爱丽亚温柔地看着他 赞美船母很棒 并问他今天这么开心 有没有谢谢叔叔 卡莱尔乖乖表示 还要好好谢谢叔叔 爱丽亚欣慰地蹲下身 抚摸他的小脑袋 表扬道 我的小王子 好乖啊 见时间差不多了 爱丽亚带儿子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 他们还要去研究院呢 卡莱尔文言情绪瞬间低落起来 爱丽亚知道他不开心 连忙和他约定 等他放学后陪他散步 卡莱尔得到妈妈的保证 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表示上学什么的 他最喜欢了 说完哒哒哒地奔向餐厅 走在后面的爱丽亚贺兰 聊着最近的工作和生活 最近他在忙着调制香水 总是早出晚归的 都是贺兰一个人在照顾卡莱尔 他很感谢贺兰 贺兰笑笑表示卡莱尔很听话 都是自己起床穿衣 完全不用他操心 一点也不辛苦 爱丽亚纳闷了 他记得卡莱尔明明每天都有赖床啊 怎么到了赫拉那里 就不用叫起床了呢 贺兰不禁失笑 他告诉爱丽亚 这是卡莱尔在和他撒娇呢 爱丽亚闻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他儿子真是太可爱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卡莱尔都这么大了 贺兰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还在担心他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呢 不过现在一切都很好 这都是因为皇后的能力真的很强 真希望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幸福 爱丽亚突然想到什么 他问贺兰今天有没有收到信件 他已经六个月没有收到父亲的来信了 正常都是三个月会收到一封信件 也不知道父亲那边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很担心 记得父亲说过 他刚离开不久 雷一就去找过他 雷一明知道他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还没等他想明白 吃完早餐的卡莱尔 已经哒哒哒的来到他身前 爱丽亚温柔的为他擦去脸上的饭里 兵主他路上小心 两人离开后 爱丽亚还在为不知道 父亲最天过的怎样而有心 暗暗想着看来 他要好好打听一下了 另一边 帝国皇宫 皇帝看着又是一封 没找到爱丽亚的情报信息 眉头紧错 他已经搜遍了整个大陆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找不到爱丽亚 离婚的皇后 离开帝国已经六年了 这六年里 他在伦特王国的小镇上 开了家花店 生意火爆 街坊邻里都很喜欢他 因为他对植物 有着与生俱来的治愈能力 大家都很喜欢送植物 来他这里养护 即使枯萎的花草 一到他这里 很快就能恢复生机 爱丽亚还发现这个能力 比想象中还要厉害 不但可以让已经枯萎的植物 起死回生 净化土壤 使之变得更肥沃 还能这种基础上操纵植物 他的能力 简直堪比高级魔法师了 一阵寒暄过后 大神说了一下今天的来意 原来他今天 除了来给爱丽亚送面包 还有就是受女儿所托 前来拜托爱丽亚 给他在调制一瓶之前 送他的波涂雅花香水 他女儿很喜欢那个味道 爱丽亚点头答应 表示明天给他送过去 大神想要给钱 却被爱丽亚拦了回去 爱丽亚告诉他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不谈钱 大神觉得香水太贵 不付钱不合适 想要拒绝 却被爱丽亚微笑着拦住 避免他尴尬 爱丽亚又赶忙表示 实在过意不去 可以给他多送几个面包 两人约定好时间后 大神道别离开 不远处一个小男孩 一边喊着妈妈 一边飞快朝着他跑来 来人是卡莱尔 他和皇帝的孩子 爱丽亚一把将他抱在怀中 自离开帝国 他在伦特王国定居六年了 卡莱尔兴奋地告诉爱丽亚 今天他见到坤叔叔了 他送了一艘船母给他 爱丽亚温柔地看着他 赞美船母很棒 并问他今天这么开心 有没有谢谢叔叔 卡莱尔乖乖表示 他要好好谢谢叔叔 爱丽亚欣慰地蹲下身 抚摸他的小脑袋 表扬道 我的小王子 好乖啊 见时间差不多了 爱丽亚带儿子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 他们还要去研究院呢 卡莱尔文言情绪 瞬间低落起来 爱丽亚知道他不开心 连忙和他约定 等他放学后陪他散步 卡莱尔得到妈妈的保障 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表示上学什么的 他最喜欢了 说完哒哒哒地奔向餐厅 走在后面的爱丽亚赫兰 聊着最近的工作和生活 最近他在忙着调制香水 总是早出晚归的 都是赫兰一个人在照顾卡莱尔 他很感谢赫兰 赫兰笑笑表示卡莱尔很听话 都是自己起床穿衣 完全不用他操心 一点也不辛苦 爱丽亚纳闷了 他记得卡莱尔明明每天都有赖床 怎么到了赫兰那里 就不用叫起床了呢 赫兰不禁失笑 他告诉爱丽亚 这是卡莱尔在和他撒娇呢 爱丽亚文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他儿子真是太可爱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卡莱尔都这么大了 赫兰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还在担心 他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呢 不过现在一切都很好 这都是因为皇后的能力真的很强 真希望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幸福 爱丽亚突然想到什么 他问赫兰今天有没有收到信件 他已经六个月没有收到父亲的来信了 正常都是三个月会收到一封信件 也不知道父亲那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很担心 记得父亲说过 他刚离开不久 雷一就去找过他 雷一明知道他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还没等他想明白 吃完早餐的卡莱尔 已经哒哒哒的来到他身前 爱丽亚温柔的为他擦去脸上的饭里 兵主他路上小心 两人离开后 爱丽亚还在为不知道父亲最天国的怎样而忧心 暗暗想着看来他要好好打听一下了 另一边 帝国皇宫 皇帝看着又是一封没找到爱丽亚的情报信息 眉头紧错 他已经搜遍了整个大路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找不到爱丽亚